我也要錄一下 好 那然後在過程裡面就歡迎隨時打亂流 或者是隨時舉手 不舉手也可以就可以是說話 當作一個一般大家聊天的一個情況 因為大家也發現沒有麥克風 所以就是許大家的聲音都一樣 大家就隨意聊天 那時間節奏上我們算了幾年 四年嘛對不對 所以有整整兩個小時 那所以其實很多東西可以看得比較細一點這樣子 好 那我想我們就直接開始 開始的過程中 因為畢竟是有人要做報導 所以我們還是稍微快速的自我介紹一下 好 就是如果不願意被名字被寄付 你可能就不需要說 但我示範一下 我回家總統 然後我今天表演在這邊 然後我主要的 目前在做的事情是互動式的空間設計 所以就是在虛擬世界裡面試著把 虛擬世界裡面我們希望要有的能力關係做出來 那所以接下來就麻煩你 就是看就是什麼名字 我願意討厭什麼 然後就是在忙什麼 可以嗎 可以從我手機開始 哈哈哈哈 好 誰要這樣怎麼樣 誰要這樣 嗯 我叫吳宇魯然後搓到教育 這什麼 好 好 我是樹梅系正常大老師 那我目前正在培養我的身心靈 哈哈 那目前到了身這個階段 哈哈 恭喜我們 了解 OK 好 其實不一定小聲起來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那個樹梅系的翁漢正老師 那後來就在帶學生做畢業專題 這樣子 這是什麼 畢業專題 然後他們的畢業的人 每個人自己 每個人都自己跳一個 對 然後就是可以做一個畢業的男生 那我問一下 謝謝老師 我現在其實也只在玩一些文藥 那 還正在習慣西藏中 然後可以把我的專輯 那你 對樹梅系的特色就是老師跟學生都能夠出來 哈哈 哈哈 看樣子完全不出來 大家好 我是樹梅系列系主任 好像很不會的 就是老師學生可以認得出來 是認得出來的意思 今天是學生好 前面是認得出來的 還是認得出來的意思 然後今天真的很高興 我們要請到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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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我們來想 發想過程 發想過程 等一下 OK 是什麼樣子 我們要做職業專輯 對 一個 是 我是蘇美市的劉電機 那大家都叫我劉劉 就是我的姓氏是共有的 那最近就是在忙現外展的那個 事業展的展場會 是剛剛出電機看到的 不是是另外一個展場 大家好,我是蘇美市的劉電機 那我今天就成P.A 大家好,我是蘇美市的劉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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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很努力在P&A 會發一個很順次的小記程 小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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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蘇文借你會的粉絲 那我是擔任職業站的總招 然後我們亂點做一期,在開發的 負責的話,我們看得出這樣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蘇文借你 那我做一件事嗎? 讓不讓你一起 我好走 我一起走 你們一起走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蘇文借的總招 好,這一定是在網 建國中間 大家,我是蘇文借的協議 那你可以教我們謝謝 然後我今天是在網 月本的協議共產黨 這樣 好,我是蘇文借的總加 我今天在網 DM 好,我是蘇文借的王綠心 然後我是英雄會的菜 對 好 大家好,我是蘇美式的SVC 然後最近在網一個 影片的比賽 什麼比賽? 影片 校內的 校外的 校外的 大家有多少 我是蘇美 我現在是蘇文借最好的 我現在是蘇文借最好的 蘇文借最好的 下午就蘇文借 OK,可以大家知道 老師可能是為我們蘇文借有一些不同的分享 那也我們早上有不同的來接來呼吸一下 可以呼吸,你有分鐘的呼吸 不要接 大家好,我是蘇美式的蘇文借 然後可以叫你蘇文借 然後我沒有什麼叫 哈哈哈哈 不要好叫 大家好,我是蘇美式的楊怡妮 然後我就一定是在準備下禮拜 要去立場試吃 大家好,我是蘇美式的王綠心 那我做好叫療癒 這個比較好叫 那最近也是在忙剛剛 剛才看到的過程 那個的製作進度現在是小 製作進度我們要做總共五支 然後完成的是 已經有完成完成的是兩支 然後現在已經要三支 現在是同學 百分之四十幾 但是現在會到百分之半這樣 就定性處理這樣 算就好 好,我是蘇美葉也請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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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在忙,就是西小的製作 好,我是蘇美葉也請考慮 我最近在忙去一些小難題 的A也要請考慮 好,我是蘇美葉也請考慮 好,我是蘇美葉也請考慮 我在忙,忙著聽話 老師問什麼 聽話,聽老師的話 確實可以在忙 那他考慮就是老師老師在看他的臉 那我也是剛心靜的製作 也是在學習很多 室家在學習很多 室家在學習很多 他也很期待 大家好,我是蘇美葉也請考慮 在忙 在忙,在忙 在忙,在忙 你也吃做得到 好,來 大家好,我要學信心模式 樹梅山 那我最近在想,要怎麼樣可以交出 必展的費用 其實非常需要講的事情 那 這邊還有一位,自我介紹一下 好,大家好 我是親子天下記者 我們下一個月會做 糖果老師的一個專訪報 然後希望 有可能把大家上課的一些滿意寫進去 所以請你們用最真實的面貌 謝謝 OK 反正就是 不管最後怎麼樣 我們都會有完整的紀錄 所以大家可以 VR的好處就是你可以回到現場 再次體驗一下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我們就直接開始 然後我再次講一次 就是說隨時想要打算網路 想要討論任何別的東西 怎麼樣都不可以 這樣子好,也不用舉手 就隨時開始說謊話 那我先把開場講一下 就是說 這次的東西 因為 不可能講任何很窄的東西 所以我其實就是 憋了滿久的 就是 那但是 我還是講一下 許民世界其實 每一個學派的定義都不一樣 那但是 我自己的理解 是把它完全變成是 在網際網路上面 然後我們透過在線 就是所有的reportation 就是你 你這邊看到什麼東西 你透過一個器材 不管是鍵盤 輸入裝置 這些什麼東西 你把它做成一個在線 然後那個reportation 放到一個開放的 網際的空間裡面去 然後在那個空間裡面 它其實好像有 自己的生命運動 可以把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它本身好像是一個世界一樣 這種話叫做虛擬世界 那虛擬世界裡面的人機關係 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虛擬世界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是 我們說在上面都是Nobali 那Nobali當然有很多意思 一個是說它其實 預設是 你的所有的實際的身份 名字 ID 代號 全部都是你 一個外在加上去的東西 它一開始的網路 設計的最初衷 是要讓任何兩台電腦 中間透過 不管多少台電腦 或崎嶇的過程 它們中間可以彼此交談 而這個彼此交談的過程 不被別的電腦所干擾 或影響 這叫End to End 就是這是一端嗎 這是一端嗎 那中間不管經過多少台 它們這兩台總是能夠互相講套話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王際王路裡面那個 王際的部分 那這個是最最回心的 也就是說 有兩個端點 這兩個端點 隨便通過什麼方式 這邊送的東西 那邊要能夠如實地接受到 這樣子 這是王際王路的最基本的東西 那我們拿著這個東西 然後在上面用各種協定 建立出各種世界來 那但是這裡就很有趣 因為王際王路 才定義的東西 是數位巡航的傳播 所以像我就是前兩天在審那個 幫忙審會有無法裡面 他會有無法裡面 定義就是說 已經不像以前是廣播電視 然後你有看電視的 廣播節目 你有聽節目的 現在你看YouTube的人 也是使用人 我們這種直播主義也是使用人 然後有人在看直播 他又可以再打字回來 就是說任何時候都是雙向的 所以以前那種單向的想像 就是不存在了 然後既然基本上 我們在講Internet的時候 就是在講雙生的 可是因為接取設備的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 沒有辦法按照我們的原樣出現 即使是這個 它也是只錄到視覺跟一點點 聽說的訊號 然後它的 因為是語言嘛 也沒有focus 所以很多微表情 事實上也是看不到的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有一個人叫做周子瑜 有人有聽過嗎 大家都有聽過 好 那在周子瑜拍那部 就是 不知道講什麼 回廣告之前 那在拍那部YouTube影片之前 有人就已經發了 我知道周子瑜 有一個人 一個沒有 就很少對不對 那所以就是 突然之間在大學前一天 還沒有人聽過的人 突然間我們都跟他的手 這樣子 就是說都會馬上討論說 他的過程啊 他的歷史啊 什麼東西 那可是我們跟周子瑜其實 大部分人並沒有離手的接觸 所以呢 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現在用一個 年輕人很常見的話 就叫做腦骨 對 腦骨大骨 腦骨醉 就是說 你凡事沒有接受到的訊號 那個在線裡面沒有 會不會讓他心理狀態 會不會像說 他的情緒反應 會不會和他 為什麼會講出那些話 什麼之類的 基本上 那個影片裡都沒有 而且如果有看過 就從那部影片 可能會記得 它是240B的影片 這個在YouTube上 是已經很少見了 就是它是非常好看的 披畫質 就是已經像以前 MHS 沒有人記得 以前那個 兔明胎時代 等等那種花質 那那種花質的意思 就是說 微表情 就是他的臉上的 幾小肌肉 其實你是看不到的 那但是呢 就是因為看不到 就是因為披畫質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 有非常多 鬧股的空間 OK 所以同樣的影片 就是韓國的朋友看 中國大陸的朋友看 中國香料的人看 台灣的人看 等等 它其實是鬧噗噗噗噗的東西 倒就自己的臉上 所以 這時候我覺得 J&P很厲害的一個操作 就是說 它透過這種 低畫質 低大光的那個角度 把它做成是 它往任何一邊 都不得罪 然後每一個閱聽者 都看到自己想看的 然後 所以它就很成功的 又操作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 從一觸媒來講 那個是非常好的一次操作 那我要講的是說 它是特別透過這個 低畫質 然後透過在線 跟鬧股的那個核心 如果它同一支影片 拍1080P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做到 多別做的 對 這個Point OK嗎 大家覺得OK嗎 好 對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虛擬世界人際關係 是建立在鬧股上 然後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它那個花質 沒有辦法完全的保存 所以有很多鬧股的方式 那今天的同一片是 我跟一個朋友 叫做Alison Reynolds 一起寫的 她是來台北的時候的 一個影響 那她目前是 開放緣馬基金會的會長 就是在邏輯上面 負責推動開放緣馬 那我跟她一起合作 已經超過十年 十幾年了 但是我們是 其實這樣熟的朋友 可是我們非常熟的朋友 是已經熟了好幾年之後 我們才終於第一次見面 也就是說我們是網友 那然後呢 那我到現在跟她 今天大概三次見面 那但是每一次見面都覺得說 欸 我不只多認識她一點 我甚至連之前我們 重新合作的東西 我都要回過頭去重新看一次 就是說好比像說 她是出生在黑海人 分開時代的南非 然後好比像是說 她是我還記得 那個種族隔離的那個狀況 然後她是就是 有那種部落之間 互相不相信啊 不學彼此的語言啊 等等這種情況 可是你如果只看她的創作 我們就是說只看她寫的成事 只看她給的演講 只看她做的什麼 其實她都 她不一定會提這一塊 不過她提的時候是很簡略的提 那所以就變成是說 欸 我們就是覺得說 欸 她很有影響 很有憧憬 很棒 什麼之類的 可是很多一種 還後面的東西 你要跟她面對面 而且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相處 才慢慢知道說 就是她這樣成長背景 讓她能夠來做這樣子的運動 的詩詞 那所以說 這還沒有意思 就是說她過來 然後講出她對開源的演講 也同時讓我回去看說 原來這個人是這樣子成長起來的 那我 因為她的故事 要換自己講 所以理論上 她想換自己故事的這一段 我現在再完成 我講換自己故事的這一段 就是說 就是說我自己是時數位移 就是說我並不是一出生舊有王 我出生是1981年 那1981年 雖然已經很忘記 我們真的在台灣開 也非常多武器 只有幾少數的大學跟全方 可以使用 那所以 我真正接觸到個人電腦 是跟絕大部分人一樣 是在1989年 1988到1989年 就是 之類的小教授的那個時候 那是那個時候 到1992年 我才真的 也漲網接網路 那事實上台灣絕大部分 我會離過老的 這一輩子都是差不多 是這個時候 也漲網接網路的 那所謂的數位移民的意思就是 我們還記得 自由幣登植的時代是什麼 看說還要去圖書館的時代是什麼 沒有危機百科可以抄作業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什麼之類的 就是所有這些時代 以前 資訊是放在載體上的 那個樹莓的那個樹的那個部分沒有出來 那但是到了1992年之後 就突然間發現 欸 載體跟那個資訊完全拆開了 然後突然間我沿上網路 就可以隨便看到任何 就是著作啊 這個影片啊 第一線的研究者啊 突然之間都能夠第一時間聯絡上 所以那個before and after的反差是非常大的 那在台灣社會特別是 因為當時是戒嚴 就是戒嚴接觸的時候 所以事實上 在那以前 你本來就不可能合法地談到很多事情 那在那一年之後 就突然大家都可以合法地談到很多事情 所以這兩個感受 在我們經過那一代的那一代人 感覺起來是在一起的 就是說言論自由跟聯盜 忘記網路是同一年 或同一兩年發生的時辭 那所以呢 我當時其實是在網路上面 接觸到的兩個社群 那我覺得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一個是叫做古特寶計畫 就是跨距不可能的 現在知道的可能比較少 古特寶計畫它是很久了 已經快40年的一個臨時 就是幾乎有很久 就有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做的事情 是把已經沒有著作權的 就是1910年以前寫的東西 反正就是達爾文啊 多瑞德啊 克斯啊 修士比啊 那些書 那當時還沒有OCR文 也沒有什麼掃描器 大概就是一個字一個字 把那些已經進入公共版本的書 打成文字檔 TXT檔 然後全部上載到APP 當時也還沒有文 上面 然後大家自己下載來看 這樣子就是一輩一輩的經典 那這個社群呢 很有意思是因為 它完全是致風生成的 然後對我來講 就是我當時12歲嘛 對我來講 其實要看懂這些原文書 是不是吃力的 我唯一能不能願那麼好 那但是呢 我就是知道說 它會等我 就是說它一直在那裡 它是一個虛擬世界 它不會是因為 我不去借書 就對別人借走了 或者是這個學校這門課 明年沒有開了什麼 我知道它是很常在那裡的 我雖然是去 那本書一定還在等我 等我英文程度好到一點 我又可以再回去看一次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發現說這些都是職工 所以他們隨時都愛證人 意思是說這個坑無限大 你永遠填不完 因為你不可能把世界上 每一本公共百全的書 全部都電子化 但很多舊書 是只有在舊書館 才找得到的等等 所以這個社群要做的事情 永遠做不完 它是一個Infinity Game 是一個無止境的遊戲 那這樣子一種社群的特色 就是說它非常歡迎新手 任何人來都可以做出貢獻 所以我記得我十二三歲 進去這個社群的時候 做什麼貢獻 就跳坐姿啊 所以它打字一定會有坐姿嗎 那我如果看到坐姿 我覺得不錯 那你這邊先坐 那現在跟各位上了幾百科 然後按下邊旗改坐姿呢 感覺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覺得說 欸 這邊有一個比我們都大的東西 在那邊 然後你每天沒事可以增其他東西 所以感覺是有個社群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我接觸到的社群 在當時叫做DF 這是比較晚 我們在14歲 1995年的時候才比較透露 那DF當時是一個橋樑 因為當時他們的就是警察 或者是美國警察或者是政府機關 都不開通網路 所以就會有莫名其妙的告訴出現 像說現在好萊塢開了一個電影 然後當時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那時候會才剛開始嗎 然後呢 會當時都會放一個技術器 我知道現在還有人放這種東西 但是當年是很流行的 所以就會說目前這個網站 已經有十萬個人看 或者二十萬個人看 那當時好萊塢就會提出一個告訴 說這邊這個網站 放在我們金權的影片下載 其實畫質很低因為當時 那然後呢 這個網站上顯示技術器 已經有一千個人下載好了 一千就是死訪客一千 所以他就把電影票的那個票價 乘上一千 然後說你造成了這麼多 傷害 然後我要求償 然後那個民事賠償 是我的電影票乘一千或乘一萬 這樣子 那我們在現在的角度來看 都會覺得是五出八道 就是這是不合理嘛 就是說因為 首先你不能證明說 你看了這個網站的影片之後 你就進電影院 出品還是看了才去電影院 對不對 那反過來講 你也不能證明說 你沒去看這個網站 要是沒有這個網站 你一定會去看電影票 這裡沒有辦法證明嘛 所以說到底 為什麼他們可以說 我求償了這麼多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道理 可是對完全不同網路的法官 對完全不同網路的律師 對完全不同政府官員而言 聽起來很有道理的 因為他們就把他想像成一個圖書館 有一千人走進這個圖書館 都看過這部電影了 那你走進圖書館 他就不會走進電影院了 那所以就是說他們當時還覺得說 真的蠻合理的 所以Yathef這個社群就是為了要教導 就是說大家說 在數位這個電子時代的邊疆 他跟真正世界交界的這個地方 實況事情讓我們盡量翻成 就是馬瓜的語言 讓一般的人員可以了解說 實際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而不是大家腦裡一直腦裡的那些狀況 對 這是我大概1995左右加入的 那這個也很有趣 因為我後來加入這兩種社群之後 他們就會又帶我去更多別的社群 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沒有上學的意義 就是說 當時我就覺得說 國中嘛 那當時是已經放從高中了 然後我就覺得毫不意義 就是就不想去學校了 然後就變成衝出我心這樣子 那可是原因 究其原因是因為我發現說 我透過這些社群聯絡到的創作者 他們創作的東西都是在 我們講時代的減端 因為他們退款還沒有發 就已經放在網站上了 那我如果要等它變成科學界的公式 又納入教科書 這個課發會再審議 再放棄國中課本 我要等10年 就是差不多就是10年 就是從有人做研究到變成科 差不多就是10年 所以我就有一種 就是突然進入未來的感覺 就是我現在在看的是10年之後 才會計較多數的東西 那我如果還待在學校的話 我會重大會10年的感覺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當時我就決定 繼續上學了 那然後在當時的那個環境底下 等於是說我全部的知識來源 就是這些黃土社群 所以等於就是等於搬家搬家 那這些黃土社群 那這些黃土社群 有些它強調就是 人跟人之間接取的平等性 不管有沒有學費 或者是有沒有這個 自己的經濟能力 接取能力隨便怎麼樣 你只要連著上網行網路 應該都要看同樣的作品 理論上知識的取得 不應該有任何的平等地方 那這邊是要求言論自由 以及它的發表自由 創作自由 副手的自由 所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都沒有要講一些 現在嘗試說 我小時候是被這些社群 所帶大的 那今天要講的是 the identity the identity 一般翻成連帶 連續的連 那連帶 連帶的意思就是 人跟人之間畢似關係 那像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幾個人 一個是叫做 Aaron Schwartz 他是因為去下載了 一大堆這個學術期刊 然後被FBI告 然後就自殺了 是一個 美國的一個 參加RSS的指定 Reddit的一個 我的同輩 叫Aaron 然後 或者像是 Edward Stone 他本來是 就是 在幫美國國家安全基督 服務的一個 網管 然後這個網管 他就莫名其妙地知道了 因為他是ROOT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他就莫名其妙地知道說 國家安全基督 在做什麼 其實國會也不知道 他們在做的事情 然後他就 就把這些東西爆料出來 然後讓全世界知道說 其實他們 超越他們的授權 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 什麼等等 那或者像是 Assange 就是 做那個危機解密的 的開放結 那 之類之類 就是說這些人 我們是 差不多同一代的人 然後是在同樣社群間長大 那我們每個人 可能挑了合同的方向 但是大致就是 會拖這三個 核心價值的 的單位 這樣子 好 所以這些人之間 是有連帶的 這個有連帶的意思是 這三個人 我們一個都沒有見過 可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如果他們被迫害 如果他們被攻擊 如果他們被有人自殺了 根本 我的感覺是 我失去了一個情人 就是 他們就是像我的情人 但是我事實上 完全沒有見過一面 所以到底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為什麼在虛擬世界裡面 我們會產生 甚至比 甚至比 更機密 或更深重的 那種人際關係 那是我想就是跟大家 討論或者是分享的 這樣子 好 那這是開場 開場來 可以了 沒有問題 好 所以剛剛講到就是說 社群 有種很有趣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讓一堆人 突然之間 就變得很熟悉 很輕這樣子 那它 這有其原因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 我們到網際網路上面 去找社群 是因為 在我們旁邊的同儕 我們的鄰居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同學 可能 跟我在意相同事情的人 可能就那麼一連 然後只有我們兩三個人 可能做不了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到了網際網路上面 去找到一個 什麼職業 去找到一個PPS的班 去找到一個 什麼現在HERON在那種地方 還是什麼之類的 隨便啦 就是這種線上的社群 你就會碰到 在Care同樣的事情的人 那不管是救人去吃飯 還是救人去快山 還是救人去怎麼樣 總之你就是在走同樣路 那走多的就是 變成沒有變社群 這樣子 那對我來講 就是說 它是一個修行的道路 就是說它不斷的 讓我們 變成更濃的人 我再會說為什麼 那我自己在混的社群 就是開源社群 那開源社群 那開源社群 用一句話來講 就是說 是一群 拋棄掉自己 大部分著作群的人 是一群覺得說 著作群沒什麼幫助的人 那這邊 這邊有人做服裝設計 或者是 OK 沒有 那如果有認識服裝設計的 你沒有的話 可能會知道說 服裝設計是不能設計 著作群的 你在服裝上面如果印一個 吳娜丁夏的微笑 那個是有著作群 因為那不算服裝 那個只是浮化 OK 的重置 可是如果你現在有一個領口 一個袖口 有一個什麼特殊的設計 它在台灣是不能設計 著作群的 在美國也不行 在日本大部分設計 都不行 所以說實裝產業 我們就都單純 Fashion的資料 裡面九成九九成沒有著作群這個概念 那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任何設計師的春季發表會的東西 你到了秋天一天後就開始買了 就是我意思是說 只要有一個好的概念 好的主意或什麼東西 它在整個社群裡馬上就傳播開來 那所以設計師基本上 它的那個idea就只能 就是一個Season 就一期 那他下一期一定要想出新的主意來 不然的話就是他上一期的東西 難免都靠走 那實裝產業有沒有 因為沒有主作群就消失了 沒有啊 實裝產業還滿同步發展的 然後而且也有很多人願意 所以我們做軟體的或者是做實驗設計的 做開源的這一邊的人 是覺得說很多時候 製作群是一個麻煩 它不是對我們的一個幫助這樣子 那裡面當然有個分子 很多人都能夠開啟 那舉例來像我圍籍版的 我們要做不同的方式分享 Share a like 它的意思是說 你在圍籍版的上面寫了一篇文章 別人可以隨便拿去用 可是別人拿去用呢 它如果去改做 它改的那個也要讓你所有的人都拿去用 就是它一進入這個功力有的地 它不可以出去 所以話題像說你如果自己把它下載 然後你就不准別人改 然後自己硬成像答應百科選出那樣子 然後你開始收很貴的錢 這樣是不可以的 它隨時的要保持在一個 能夠繼續分享的狀態 那開源社群裡面 比較接近科學社群的那邊 就是叫做attribution 就是具名權或性名表彰權 就是說你可以隨便拿去用 你是拿去賣 或者是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說那是你做的 你還是要說它的原初處是什麼 是誰做的這樣 大部分的科學社群都是 我們現在說open access 開放階學區都是這一點 就是性名表彰 它沒有share like 那麼嚴格 但是至少要表彰一下 那我是開源裡面最極端的那一牌 叫做CC0 那CC0的意思是 我連人格權都投棄 所以就是說我現在寫了這篇簡報 你明天拿去講說是你寫的 我OK 我無所謂 OK 那這個就是回到時裝產業的那個狀態 就是也沒有人說這個 我現在UNIQLO出了這個 我是訪三宅醫生去年春天的作品 它在衣服上不可能這樣印嗎 也沒有這樣印嗎 它們還不是過得好 對 那但是我就是我要說的時候 我是特別激進的 就可能白癡之一的人吧 這樣 那但是大部分人現在是可以接手 要嘛是性名表彰 要嘛就是共同幫助分享 那這個構成就是所謂的可能社群 就是大家願意把自己的作品分享出來 那分享出來的就是都是在一個空間裡面 那好比上說做寫程式的人會有一個叫做Depop的空間 那做視覺設計的 有人用他都別的空間 有人用Dropox 然後或者有人用很多別的Flickr Flickr相好比較不適合 但總之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放你們的作品 那放到作品之後 你們可以邀請大家來一起 就是comment嘛 你放YouTube 下面也可以開放留言嘛 雖然會有很多比較中文人的留言 但是就是總之就是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對話平台這樣子等等 那所以在這種空間裡面它是開放的 然後廣際網路是像一條路 從我們把一個社群 所以如果它在社群裡面能成長 然後在一個花園裡面能成長 然後再帶到一個社群 再帶到一個社群 但是呢就是我們在做創作的時候 就是總是記得說它是為了一個一個的人 維基百科裡面你寫每一個字的那個就是一個人 它是為了Care那個文章 它才改那個字 那同樣的我們做很多專案 我們是為了Care 最後看到那個專案的那個人 才做這個專案 如果我們現在做一個專案 就是完全是我們做的自己也都看 那個是沒有什麼原因的 那這邊就是發一些情緒這樣子 那絕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是去想說 我們要哪些參與者 哪些貢獻者 哪些使用者 那這邊是一個非常特定的領域 叫做Fleshmark 就是快閃 快閃你可以在家裡 有 有 好 那所以我就直接講 在進行一個快閃的時候 就是可能有五到十個人 上一張床還是路人 然後突然之間就開始 對不對 然後呢 大家就開始拍起來了 那可是呢 這個我叫做貢獻者 或者親貢獻者 可是呢 大部分的快閃之所以會被注意到 是因為這些人突然之間 在車站開始跳舞 怎麼樣的時候呢 旁邊就會開始有很多人 拿起手機開始拍攝 或開始啟動 或開始跟著場合 怎麼樣 那這些人可能是 裡面這群人的十倍大 所以這邊可能十個人 這邊就一百個人 裡面五十個外面就五百個人 這樣子 那其實絕大部分的人 之所以會知道的快閃 是因為他從外面看到 外圈的 他就說為什麼有很多人 居在這邊 表示有事情這樣子 那當然在就是 警察看到之前 他已經表演完 他都走了 所以這快閃就是一個活動 這樣發生的 所以這個是所有的貢獻者 那外面是 都是參與者 可是如果沒有參與者的話 貢獻者沒有辦法 讓更外面的一般大蟲 直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 兩年前的三月有一個 我們自己叫做 這個相運回數位體驗 那外面叫318運動 就是這個結構 就是說 裡面可能只有五十個人左右 這個翻牆進去嗎 然後開始直播嗎 這樣子 那但是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給他一個數位空間 讓外面的人 通過立法院外牆 為什麼都看得到裡面 發生的誓詞 所以就可以吸引這個 我不知道上千人吧 過來反包衛警察嗎 那你反包衛警察 警察就不敢動 他不敢動 因為他突然就變成一個安全的空間 然後就會開始開夜市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們開始掌握 他自己的一個 一個程序 那這樣子 就是主流媒體會覺得說 這好像很有趣對不對 然後就會開始有各種各樣子的活動 那我還記得就是說當時 因為我們在立法院的外牆 架那個投影名額的時候 一開始我是拿那個 就是intranet 對我的 payable 寫意的人寫去 然後呢 當然我不會設定時 是交給就是在場的專家們設定 那他們設定完之後 基本上就是 不需要從YMX的YouTube再回來 而是說 我們就等於把立法院跟外面連成 區域網 intranet latency大概30個 最多的30個 那意思是說 裡面不管發生什麼事 外面就是通常就會看到 因為好像那道牆 會躲明的一樣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謠言就不會亂從 然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裡面在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外面的人就是覺得很安心 因為裡面的人看起來最好好的 然後就可以在外面開始 不管開夜市 還是做討論 還是做什麼之類的東西 這樣 它變成一個像是一個 家裡華為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如果沒有這個 文獻裡面所有別的家裡運動 你只要沒有這種設計 馬上就會表演 就會開始亂吹 然後就說 有人正在被驅離 或者什麼 在被開店舖 然後這個就會突然之間 出現很多混亂 很多confusion 所以 這邊講說 虛擬空間 它有一個角色 就是它能夠把貢獻者 跟參與者結合起來 然後參與者又可以讓 不特定的一般大眾 透過網路 來關心同一件事情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很長 長達22天的快山行動 這樣子 那最後就閃爐 而且場地也 我們這個受得蠻乾淨的 那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概念裡面 一個社群它的成長 不只是說 你裡面那10個人之間出的好好 而是說 它跟參與者之間的關係 參與者又可以 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 那 在我們做相聚裡面 臨時政府的一些專案的時候 那需要的就是各種不同才能的人 那 但是呢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那個用的人 就是誰 從這裡面 實際上生活被改進 這個我待會兒會說 那我這個就稍微講解一下 在 很幸運的各位不一定記得的年代 那個 有家很大的公司叫做微軟 然後 曾經有過一段時間 大家都幾年 用微軟的作業系統 那段時間長達十幾年這樣子 然後呢 那當時除了Windows之外 基本上沒有什麼別的選擇 除了Office之外 沒有什麼別的一件合適 好 那在微軟的那些大神們 啟動能力大神們 就是都是說 我是Ford Pino 我是為了所有人 他們的目標是 要把個人電腦 帶到每一個人家裡的桌子上 所以他是為了所有人在那邊 就是每日每夜的去做開發 那大家可能不記得了 就是以前微軟是每一年都會出作業系統的 那就是這個時候 這個有一年初步來就會跳好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從Windows95啊 98啊 這個2000啊 什麼之類 這樣一路下來 就是他們每一半都是在說 那我們很辛苦 因為我們要維持往前面再講 東西東西都要能夠搞得動 然後我們測試這個站 絕大部分的時間 什麼之類的 我們很非常辛苦 對之類的 我們是為了大家設計 我們是為了大家好 那為了為什麼為了大家好 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懂得多 我們知道未來往什麼方向發展 那所以Beer蓋子這個 帶領我們鄉親民造這樣子 那這種概念就是 當年最早開越社群 想要拉破的一個概念 想要翻轉掉的一個概念 就是有些人比別人懂 所以他們要為人民服務 那所以Beer蓋子要乖乖聽他們的話 就好了這樣子 那我們在當時的口號 就是說我們不要說的地方 我們要with the people 那with the people 那with the people的意思就是 跟大家一起 那我們當時做的作業系統兩個 我主要有參與的是BSD 另外一個叫做Linux 兩個都是很大的作業系統 你都可以隨便幫他改 架功能 然後 比方說你現在出了一個新的硬體 就自己寫出來一個 什麼都可以 那你就算自己不能寫 你也可以請人 改抓一個什麼 那個都很容易 好 那在這個狀態下 其實 絕大部分的事情 就不是你想做開發者 幫其他人決定 而是你今天想要幫他加一個功能 那你就幫他加一個功能 等於是大家一起來決定 所以就沒有什麼Linux 95 96 97 98 相反的Linux的版本是每天都有一個版本 就是那一天的daily snapshot 我們當時都是這樣子在做測試 那所以這樣子的意思也就是說 隨時你的貢獻進去 你明天就可以看到說 欸我幫他加了這一點點 我們明天會不會有 這樣子 好 那各位生活在一個很幸運的時代 就是說現在最主要的兩個作業系統 一個是Mac 不管是iOS或者是OS X 搞得到這一盤 它就是一種DSD 然後另外一個 很多人用作業系統 就是各位手機上都有作業系統 那它是一種N4 所以基本上現在是一個開源 已經 怎麼講已經贏了 的時代 包含威爾 自己都已經說 Windows 10之後不會再有Windows Windows永遠不會停在Windows 10 然後我們也開源 他們也開源了很多東西 然後只要有人願意幫他 他們更改 明天那個版本的威爾姿勢 就多了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他們完全 往這個方向移動 已經移動到 可能變成一個 Wants of Hell 會過來的地步 那 所以我們現在一個開源 已經 已經贏了的一個時代 裡面 眾人知識這種東西 聽起來好像很基本 但是事實上 在1990年 在20000年 甚至都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最近才能採用的方向 這樣我可以講 這樣做 這樣做 好 接下來我們就往比較現代一點的部分講 好 那我們在開源社群裡面 我們就是會有上游跟下游 我們每次做一個專案 我們都是release 就是去蓋 別人已經沒有東西 把它蓋得更好一點 那別人也會拿我們方基礎 再去組合再去做更好 所以它很自然社群 跟社群中間 有一個連帶 那開源在中文的意思也是說 你有很多不同的來源的意思 我們說開源接流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來源 它停止開發了 你可以再找另外一個來源 同時你可以結合好幾個不同來源 一起 綜合成為自己的創作 那 可是 為什麼大家要做開源呢 就是說 開源很多人 他不是上班時間做的 也有人是上班時間做的 但是 大部分的人是下班時間 一點點一點點時間 參加社群 然後稍微空間一點點 那我們上班後已經在打電腦 為什麼下班還要打電腦 那 之前在演講的時候 就會有朋友 就是 我有在聊天室看到的時候 他就回去說 我上班有呼吸啊 我下班難道有呼吸嗎 就是說對很多人來講 他創作已經是像呼吸一樣的 自然的事情 所以說他本來就在做創作 他沒有為什麼要做的這個問題 他活著就是要做創作 不然幹嘛活著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 他是一個 專門研究鄉民的一個 社會學家 然後 那他有一本書 中文叫做 鄉民都來了 就是在講一大堆人 怎麼樣一起做創作 那他所提出的這個概念 就是 應該對有人提過 好 那就是叫做認知品 那中文就是 就是我平常沒吃 就像說這個在通勤的時候 我手機畫一畫 什麼之類的 那我沒吃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有一些興趣 有些人的興趣就是 本來就是寫東西 原本的興趣就是拍照 或自拍 很多人的興趣是自拍 然後有些人的興趣 是幫貓咪圖變加資 那 也有這種興趣啊 然後也有人的興趣 是幫帝國妹妹的加資 對不對 就說 都有各種不同的興趣 所以我們本來在做這些 自己感興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自己 就是胡樂樂路 蟲樂樂 我們自己做 就很高興 可是我如果拖上網路 我就發現說 有上千元跟我同享 這種創作的喜悅 我就更高興 乘上上千倍 那所以問題並不是說 為什麼有人要進入 把東西捐進社群 而所有人就是要創作 每個要創作的東西都一樣 那我們發現說 有人分享的時候 那個開樂生過獨自擁有什麼之類的 好 那 所以因為是開源的關係 所以就是 每一天的版本 一定都是很刺激有趣的 因為 跟昨天一樣的 已經每個人都有考一份了 所以每一次你登入 那個社群的時候 看到都是最新的作品 那這些作品本來就是 會認識很好 所以非常有趣的是自己 好 那這裡我想講的比較細 就是說 因為是開源現在開始 滲入這個視頻世界 我們出現了 然後我們想說Airbnb這種平台 就是說 你今天想去別的地方運行 你不一定要訂旅館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去搜尋 我願意把他的沙發 借領出一個晚上的園 叫做Surfing 那Airbnb的話 就是他中間會抽一些佣金 可是他代價是 他方便有一個平台 你可以看到別人對 那個人的價值的評分 然後覺得說 欸這個人看起來不錯 然後你跟他聊聊之後 去住他家的 隨便什麼別的客房之類的 那這個其實想一想是蠻 蠻顛覆的事情 因為不管你在網路上面 不會看再多 我剛剛講的只是在線 所以你實際上是在 住到一個陌生人家裡去 然後你完全強行他 對不對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 我們可以開始強行陌生人 小時候或是都說 這個有人跟你訪問 我不要跟他走 對 好 那這個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在網路上面的信任行為 我們叫做Sweet Trust 就是快速信任 急速信任 瞬間信任 這個跟實體的信任完全不一樣 實體世界你要信任一個人 你幾乎是 都是要跟他面對面相處 很長一段時間 你覺得說好 我認識他了 我可以託付他 我的想法 或是他承諾是會做到 我不會做到 之類的就是你認識他的時候 你才能相信他 可是呢 那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實體世界裡面 是有生命的 因為這就是實體世界的病 那很多東西 他在實體世界造成的傷害 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只是為什麼 爸媽會要小孩 不要跟 給你馬國人走 因為你走 他可能會出來 那但是呢 在虛擬世界裡面 幾乎所有的傷害 都是暫時的 你最多就是被 毛毛毛毛毛毛毛 然後 覺得說 是感情受到嚴重的傷害 那那個是 可以很嚴重 可是 對於數位原神的代言 就是一個位 而且 其實這種東西 可能已經經歷 無限多次 那所以說 走了之後就會知道說 那別人講話 那就是別人講話 你不一定需要 那麼在意等等 那重點是說 他沒有辦法對你造成 永遠 定義上不大 對付的傷害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一開始信任 你會 不吃虧嗎 你就是因為大刀 那所以 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會很願意 一開始就不需要信任 然後等對方 哪一天 做了這個 不值得你信任的事情 你在封鎖他 或者是被追焦 或者是怎麼樣 那網路上很容易 所以你就 就運動完卡 那這個也是實體世界 跟虛擬世界不一樣 因為實體世界 你運動完卡 他不一定運動完卡 對不對 所以就可能 被追著方之類的 那可是在網路世界 很容易 你運動完的話 加到那個黑名單去 然後就有那個 插發過來訊息 所以 網際網路的那個 點對點的特性 造就了 就是快速信任的可能性 因為首先 就是說你身體上面 不會有永久的 會不會傷害 而且第二 因為點對點 雖然一個人可以說 那我把另外一個點 不拉掉 在別人以後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網路上面 就是很容易信任 模型人 那現在的 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這種信任模型人的感覺 透過Uber 透過Airbnb 透過這些東西 慢慢慢慢開始 滲透回實體世界 讓我們也更相信 實體世界的其他人 這樣子 那就是 文化上面有去的一個發展 這就是在向經濟 好 那當然 除了就是 剛剛是講的 經濟上的因素之外 很多人 在混社群的原因 其實 講穿了只是說 我解決了我自己的問題 然後別人看到 別人碰到一樣的問題 我要解決我 我很高興 我可以幫到你 那因為我是在公開的地方 幫到人 所以 別人也可以再拿我 幫他的這個方式 他就要貼一個超連結 那這樣 如果碰到類似的問題 就自然也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 叫做短條文字 還是一個 蠻喜歡的一個哲學家系 那 這個哲學家很有意思 就是它是 一個我們叫做 戰地哲學家 它專門去 就是 科索地 阿富汗 這個 就是中東 這個什麼 南美洲 那種打得最兇的 內戰的地方 然後他去做什麼呢 他就是去聽各方的講話 然後 然後想辦法 讓他們提出一個 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他所謂的重建者 或是仲裁人 這樣子 那所以這位戰地哲學家 這個 就是命很大 他還怕不到現在 然後出了一本書 就是講說他 他使用這種原則來做這件事情 那他的原則 還有Principal 講穿的就是這樣很簡單 就是說 他說 如果你花兩分力氣 只幫得到別人一分嗎 你就不應該做這件事 如果你花一分力氣 可以幫得到對方兩分嗎 你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簡單的講 這是一個完全我們叫做 效益主義的講法 就是說 我花一分力氣 幫別人兩分嗎 那這個世界就好了一分嗎 所以說 我如果這個損人不利氣 它當然是最不好的狀況 可是我損起力也是有限度的 這個限度是我的力量的程度 要給我直接進去 不然的話 如果全世界都這樣做 世界就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它是這個非常簡單的一個算式 好 那這個助人員則在網路上面 就是特別有趣 就是說 我花一小時的時間 我省了別人一小時的時間 可是因為網路是公開的 虛擬事件 它一直在哪裏 所以這個人又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再分享出去 再幫別人省一小時 我現在一個人呢 他只要超延節 連過來 也不用再發網路愛的時間 所以是一傳二、二傳四、四傳八、八傳十類 我這樣子 這是指數型的成長 所以大家都為什麼 在網路特別願意幫助別人呢 是因為在公開的地方 你只要這樣子幫我一次 你下次就說 你回去看我那一天 我這樣就好了 所以它是一個 會把大家願意助別的程度放大 的這樣一種東西 那當然裡面有一些 比較 就是成就感 就是說 因為網路上面 太多創作形式了 不管你是在VPS上面 用NC嗎 畫、動畫 微圖朋友 小周浩克曼 他就是在PTT上面 專門畫那種 一直按紅白線 就會看到電影 好 他非常會畫那個 他超強的 然後在那個版 他就是大神 就是大家都非常尊敬 大家非常記得 大家非常厲害 那基本上就是說 每一種創作形式 在網路上 可以細分到這麼細的程度的結果 就是我們只要 對什麼東西特別的偏直 特別愛好 你就會變成那個 靈樂大神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很近壯 但是事實上是有 上萬種不同的美詞 所以在網路上 很容易就可以 變成大神 因為只要挑一個 別人不太熟的 那個特定形式 然後練個陣子 就會很有成就感 那跟這個造成的結果 是什麼 這個造成的結果 就是說 他畫NST動畫 畫NST動畫 畫NST動畫 畫得怎麼樣 他就自己一隻畫好 可是那裡面 如果有等 有等出現 那這個等 其實別的拍電影的人 或做節目的人 會看到 這個等就會 跑到別的美菜裡面去用 然後呢 他我們 如果錄了一次 好像正論的話 或什麼別的節目 我們錄一個節目 大家發現 你許你實境可以這樣用 另外做節目 然後那這樣子的話 別的沒才的人 就會覺得說 那我這樣子 我看到VR7的用法 那我把它拿來去做 迪士尼好了 結果我把它弄來做 讓你用一隻老鼠的生活 過一天 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這次去巴黎的 迪士尼樂園 他們有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你戴上 就是變成料理書房的那隻老鼠 然後就用那個老鼠的經驗 就是從桌子上掉下來啊 什麼之類的 那種 因為我們如果有去過 迪士尼樂園的話 或是浮尊或什麼 應該可以理解到說 其實他們大部分 不是數位媒體 他們是硬體 對不對 就是不管是海盜船啊 雨嬌飛車啊 什麼大陸生啊 都是硬體嘛 那硬體的特性就是說 它要花好幾年才能夠 做出來 做的時候它要改也很難改 但是像VR做料理書房的話 它接下來要改成料經濟轉化 或什麼 它場地完整都不一樣改 它就是換那個軟體就好 所以那個疊代是特別壞的 就是一次到一次 這個結局 每一個結局是特別壞的 那每一次它有新的東西的時候 旁邊疊的媒材人 一看到馬上就拿去用 所以就是因為有各種 上百種上千種不同的媒材型態 然後每個人在這裡面 都可以獲得很大的成就感 所以就會一直影響到旁邊的媒材 那這個就是所謂溫山師的協作 就是第一不是說誰今天這樣做到今天是VR原理 就是重點發展一個真實 也有人這樣講 沒有人理他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每個人就是做自己想做的 然後看到好主意就會拿去用 這是他的自然重點 那表示尊重是最主要的 我們剛剛提到貢獻者參與者 跟一般大眾 那很多社群它沒有辦法繼續發展下去 的一個特性 就是那個貢獻者不那麼尊重過來的參與者 或者參與者不太尊重 只有一般大眾 然後到最後就會變成 就是你沒有辦法加人 然後人就慢慢流失的情況 那這個在虛擬社群特別的嚴重 是因為屍體社群 你要跑也跑不掉 那就是處理其鄰居 可是虛擬社群 你轉台到隔壁的那個Facebook群組 你轉台到隔壁版 你轉台到隔壁的Line群組 那個就動一下手指的事情 所以說如果你在一個社群裡面 不尊重參與者的話 那你下一秒鐘 會馬上轉台到別的地方 那就是完全不需要花時間 所以絕大部分的時候 你要怎麼留住人呢 就是要認識那個人的價值 那這裡的價值的意思 不是說代價而度的那個價值 不是說它可以賣多少錢 而是說它心裡覺得 什麼事是重要的 就是它的priority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呢 它覺得什麼事是重要 它的內心的價值 我們要怎麼知道呢 那很簡單 你去看它 好像為幾百科 它如果有編輯二十個條目 你大概就知道它 care 什麼 你大概就知道它覺得 它在意什麼東西 它覺得什麼東西 加進去是對人類整個文化有貢獻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透過它創作的那個選擇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它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一定要有什麼東西 那當你甚至只是寫一種興趣 說我很感謝你對於 像說動物保護 或者關於什麼傳統藝藥 或隨便什麼啊 它反正做了什麼貢獻 你看到了 你不應該是一個價值嗎 你就寫去說 我很感謝你對這些東西的貢獻 然後我真的用得到 那我自己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大概兩千年前後吧 我維護大概一百多個開放月馬的專案 那是非常累的工作 就是而且都是志願的嘛 就是任何人回報問題 什麼都需要幫忙修 那為什麼我可以一直做這種事情 是因為我每天醒來 都會收到好幾桶電子郵件 那有時候只有一桶 但是就是都是有 然後呢電子郵件 有些是比較知名的 像BBC會寫進來 於是不知名的 像什麼呼和浩特 什麼冰島的某一個小鎮 就是我根本 其實你給我地名 我也認不出來那些地方 那他就會說 你寫的某個東西 我沒有在用 很謝謝你 因為如果沒有寫這個 減盤轉換模組 那我們BBC的繁星中央 就沒有它上線 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捐出某個東西來 然後他寫的某個東西出來 謝謝你 因為有些地方 說我才能往前走一步 那這個的那個 我們叫做intrinsic代 就是說那個 那個高興的程度 那個是錢買不到的 就是就是 我就很真正確確的知道說 世界上有一群人 因為我之前 就是出某個東西 它的時候改變了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 也會讓我去享受 可是我創作這個東西 我其實也是建立在別的基礎上 也是建立在別的基礎上 國教院的字典的基礎上 或什麼別的東西的基礎上 那我以後回去 跟他們感謝他 然後說 我也願意跟你們合作 之類之類之類 就說這個文化是會傳染的 你感謝他 他也會去 就是再去拜書 這樣 是一個感恩的人的循環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彼此 認同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以前在聊天室 只有重溫次的時候 會用假假 那現在都是按讚嘛 那然後現在還有這個 所以腦筋寄完那幾個小側下 都變成臉書的按鈕 所以你就可以按臉書上面的按鈕 來表示說 你很高興你喜歡我能過我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在這些概念裡面 就是你只把這種非語言訊息 尽可能多地傳遞出來 大家才會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 同一個社群的 也才能夠讓 有不同專程的人 加在一起 做出自己語言做不出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呢 是 因為通時想做 每次這個 兩次啊 就是老師都會要我把每一個 簡報裡的英文 全部都翻中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全中文簡報 然後 這是唯一一個 沒有辦法翻中文的字 這是一個南非的字 在南非很多語言 Easy to Google SoTalk 反正這些東西裡面 都有這個字 就是無論圖 那無論圖之所以很難翻 是因為它的定義 非常地 非常地長 那最短的字典裡面的定義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任何一個人 都是藉由 透過許許多多不同的 在不同的文化跟社群裡面的人 認識我們的方式 來認識自己 而且也透過跟他們的合作 來真正地成為自己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一個人是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完成的人 好 這個事就是無根圖的定義 那還是已經是短板的定義 還有更長的 那所以 這個東西是南非他們很多 製作文化的一個 就是核心價值 我們就是說 在非洲最好的人 就是最有溫度的人 這樣子 那 我們飲料翻中文的話呢 比較接近推進極緣的那個人 就是 這兩半畫成一樣長 就是說 你把別人跟自己 看作是相當的地位 然後透過這個相當性 就是解立一個二體的成功性 然後來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那當然我們現在 也已經很難理解說 孔雄那個時代 跟南非現在的我們話到底 一不一樣 所以這個翻譯其實是超一的 但是就是讓大家參考 那我們在軟體權是算成有幫過 就是 朋友幫我們拓展我們自己 這樣子 那也是一種辦法 對 那但是 沒有任何一種辦法 可以完全蓋過他們 在非洲那個用來 這樣子 那所以 我到最後就不想翻了 就覆一張圖片 差不多就這樣 沒意思 那所以我剛剛講的 那麼多 就是線上社群 基本上就是要做出 那這個東西 不是一個人能夠完成 不是兩個人能夠完成 它是一群人中間 自然開始慢慢出現的一個東西 那 剛剛講的都是一些 很實質的貢獻 對不對 就是花一個花啊 這個 寫斷城市啊 做一個洛口啊 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很多時候 最大的風險是 推坑 也就是說 是去告訴大家說 有件事情 本身你愛做 就是 給其他人靈感 那我們在 在臨時政府裡面 在軍營地裡面 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挖坑 就是說 欸這個 好比上說 這個 立法院的公報很難度 我們是不是把它弄成 更漂亮的樣子 好 那大部分花坑 然後那人花完就跑了 他就是 他就是寫了一句話說 欸真的這個洞 這樣子 然後那接下來就會有人說 欸好啦 那我來畫一個草圖 就用手畫 畫一個草圖 別當選 所以你看 長江春比較漂亮的這個網人 沒所謂的事情 但因為虛擬空間感影響 是一個平常的空間 所以下一次 又有人登陸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好啦那我寫DHTML 把它Prototype出來 這樣子 後來出來之後會不會懂 不會懂啊 這是假王戰 但是沒有關係 他會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下一個又把它再接點資料進來 這樣子 所以說有點像是石頭湯那種感覺 欸然後過兩個月 後面其妙 就是最近別的利用網站 就做出來了 好 那所以說 就是 而且大家都知道去哪裡找 因為立法院是L-I-G-O-V-E 就是立院 政府 台灣 對不對 那你只要把O-O換成L-I-V-E 就是進行一個零的轉移 結果就可以進入那個 臨時政府的立法院 這樣子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都很好找 那畫面那時候環保書就是 EME G-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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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 那所以就是說 不管誰看哪一個政府機關的話 也不順利 他就自己想辦法去這樣做一點點 那 所以 就是說玩一個 然後呢 推動的意思呢 就是說 我可能認識一個人 然後我就介紹他說 你看這個主力不錯 我覺得可能跟你長的形狀很像 然後 這樣子 他就不小心掉進去 哈哈 他就知道把它填完 對 那但是其實坑是沒有填完一天的 就是每一個坑都列到別的坑 我們把立任的那個 好像購物車那樣子的 方案流程畫完 就很容易說 那為什麼吉士銀不接一下 然後吉士銀就只好接上去 接完之後 為什麼沒有什麼球瓶啊 那就只好有人成立握槽 去做國會武裝 然後呢 那這個又會有人說 那可是這樣委員會的協商 這個密室不公開啊 然後又要去退休市 那這樣子就是公民記者 沒有辦法進行採訪 要做公民記者證 就是說每一個坑做完 就會因為這個坑做完 沒有多 額外冒出很多人敢來 而且就是直樹式的 發散式的 因為你看到這個可能了嘛 所以你就想說 那那個也可能 所以在G0V裡面 或在一般看人社群裡面 填坑吃麵 我們要填完的一天 也就是說 大家是透過這個過程 我們很享受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本身對人是有利的 而不是說 我們覺得是說 就是做到這裡就做完了 這個跟我們做一個 一般的作品或製作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很享受這個過程 這樣 那這個過程裡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一直在彼此說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Protocle Protocle這個自帶應該不陌生 就是在網路上面 任何改革電腦之間 要不要再次說謊 那個東西就叫協定 就叫Protocle 最有名的一個Protocle 是超文等傳輸協定 HTTP 就是你的油奶器要連上網站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HTTP 冒號線線寫的前面那個HTP 那這個協定的意思 同樣也發生在人情 就是說我們每次要交團去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去砍戰啊 或者去快勝啊 或去佔領啊 可是它並不是由上而下的 有人說這個我派你做這個 派你做這個 而是說有人突然之間說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帶我去開任何人快勝 是一個好主意 然後呢 它這個主意它也沒有強勢性 它只是一個recommendation 它只是一個建議 可是因為往往無視 你可以接觸到惡的令人 所以凡是覺得是壞主意的人 就會贏你就好 可是凡是覺得是好主意的人 就會來找你 所以呢 當覺得是好主意的人 開始變多了 這些人就會變成說 好 那我們就來做吧 這樣子就開始來壞死來怎麼樣 就是說每一個人他自己願意奉獻的程度 自己的力氣 只要是朝向我們一個大略的相同的方向 你就會有一個偷偷疑 你不需要有人事前去做主意 不需要事後去做測號 你只需要說 欸 我覺得這個可能不錯 再在一起拍一天 這樣子 那 反過來就是如果不去溝通 如果不去講說 我覺得是不是想要注意什麼 想要注意什麼 想要注意什麼樣樣樣的話 那就是買一頭自己做 並能造具的話 那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一方面是說 別人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可能會誤會 那二方面是說 說不定你在做的東西 別人已經做過了 是重複的彼此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可能說不定 擋到別人 然後別人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雙方就是同一時間 會在台北車站快閃 那可能就快閃不成功 可能就會打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跟任何相關不相關的 不同是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是在虛擬世界 這個我們沒有身體 我們沒有辦法靠飛越訓習 實體語言 來表達我們真正的意向的地方 這個就更重要 這個是心理學上一個叫做 碰名錯覺 就是Illution of Transparency 簡單來講就是說 很好我每次演講 或者說演講其實是很緊張的 我現在還好 但是上午其實非常緊張 超緊張 好 然後呢 很緊張呢 我以前演講經驗 沒那麼多的時候 我有一個幻覺 就是台下的聽眾 都看得出我很常常 可是這是幻覺 我現在就覺得 根本沒有這種事情 台下我實際去問 根本沒有人看得出來 或很緊張 那完全是我內心上去想 OK 那所以 可是人如果 你不是自己常有這種 自行的習慣的話 常常就會忘記這件事情 就是這是 每個人都有一個認知片 就會覺得好像 我的內心上去想是公演 所以是 處於公演的狀態 那這樣子的意思就是 變成說你在Facebook 在PTT 在 就是聽話這邊哪裡 偷一段東西的時候 因為透明度錯覺 很多人常常就覺得是說 那我已經充分表示我的意思了 為什麼你還聽不到呢 為什麼你還不理解過呢 等等 這樣子 事實上它只有你自己知道 小劇場裡面是什麼啊 如果你不把小劇場寫清楚的話 別人不同 那是當然的事情 尤其是在那個文字訊息 那麼少 你也不知道你寫這句 花了多少時間的情況底下 透明錯覺是很容易讓人 自己覺得充滿了理由 但是別人看起來就是很白目的 一個狀況 這樣子 那這裡還可以再多 多提一件 造商沒有提的事情 就是叫做 基礎歸移沒有 一個人很可怕的 也就是一個人很可怕的 你可能只是在說 跟他互相對的事 是說 你應該這麼說 一句話 別人是一個人格 所以他做這件事情 一個是他的人格 一個是他晃到狀況 大家因為對自己的內心想去想都很熟 所以別人問我們 我們為什麼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永遠講出後面的那一個 是因為我們碰到什麼狀況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可是別人做完全一樣的時候 一定是那個人就是一個爛人 所以才會做這種事情 就是歸引到他的人格去 所以關於自己有透明度錯覺 關於別人有基礎回憶沒有物 這兩個的結合 是一個combo 這個combo的結合就是說 做的人明明覺得自己充滿道理 說別人那麼委屈 但是因為他內心小就想沒有演給別人看 所以別人根本不知道 那別人又很容易有基礎回憶沒有物 就覺得說那個他做的這麼快 一定是個爛人 然後接下來就不跟他往來而分等 就是說因為雙方透過虛擬世界 特別容易各自犯這樣子的狀錯誤 所以就會很容易接受 可能就不想往來之類的 結果在虛擬世界特別容易發生 那對就是我們有一個特別的想法 就是要黑掉了對不對 就黑掉了這樣 那黑掉了不是說要洗白 而是說一開始稍微透明一點 就沒有黑掉了的這個問題這樣子 那這個特別特別容易發生的 就是在技術問題 這裡講的不只是軟硬體的技術 也包含就是創作這種 就是東西 只要你能夠有 好更好最好的這種實度 我們說一幅畫 一定會一幅畫漂亮 這個解決方法 一定會一個解決方法優雅 這台車一定會一個車頭的話 隨便吧的這種東西 就會發生這個狀況 就是這個社群 理論上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要找出最好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如果下位置 我就要下出升級神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 互相爭論 就剛剛犯了兩個認知篇貨物的幾率 就大幅提高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人心裡的那個最好 都不一樣 我們剛剛講說 每一個人是要認識彼此的價值 沒有兩個人價值完全一樣 我最看重的事情 也許你也看重 可是你看重的事情 不可能跟我打包 所以說 任何一件事情 即使是繼續問題 所謂的最好的解決方法 對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這件事情 很容易被忘記 然後就會變成說 很多人就是說 那你做的名譽就只有八成好 我手上一個九成好 為什麼那樣不聽我 然後你會說 明明才二成好 就是說 那個價值程度本來就不一樣 那可是就是會一直站 然後那各位 看起來 有幾位都沒有站穩的經驗 就是說 在站穩的時候 就是變成說 我可能寫完 一句我按Enter 我下一句沒有寫完 別人就已經回了 就是說那個年紀 就不是這樣子 明明就是你搞錯 什麼之類 那我本來要寫第二句 什麼我也忘了 然後我就開始去指出 他一名 然後就說你贏了這個問題 那什麼事 然後接下來就會 然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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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包 我會看的現在叫表情包 然後就是 對 對對對 那柴犬 這個柴犬像這樣 對 不對 其實我們一陣子 像我不知道這樣為什麼 總之呢 這個 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 常常是從那個 就是 百度貼吧 翻牆過來的 他們就會有耳靠 還有什麼東西 然後那種表情 然後 就表情包 一陣子一陣子 好 那到了表情包 你就沒有話可以講了 然後就是陷入僵局 然後 你這個 睡覺起來一看 昨天到底你有推進什麼嗎 什麼都沒有推進 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說 所以說 那這樣子 你到最後 有沒有解決技術問題 沒有嗎 那就是大家 那最後只好 睡覺起來 就好把正常能量釋放 然後都沒有這種事情 然後就 繼續過日子 可是問題沒有解決啊 那為什麼會出現 站穩這種 我們叫做 英文叫 Planning Planwalking 就是站穩這種 莫名其妙 明明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可是莫名其妙 就是為止發展 的事情 那以前呢 就是 做網際網路的一群人 叫做IETF 現在還在啊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所有的一些協定 幾乎都是這一群人 就是網際網路工程組 所制定的 那這群人 你加入他們的資格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 Email帳號 就在那裡 你只要有Email帳號 協公信過去 你就突然變成了 ETF的貢獻者 然後呢 你只要訂閱他們的 有錢清單 你突然間就可以討論 那個 也就是說 其實整個網際網路 是由一群快戰組組成的 他們中間沒有投票 沒有選舉 沒有這個國王 沒有制度 沒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 他們就是一群愛好者 他們的興趣就是發展 通訊協定 然後後面幾乎就把它 往前網路做出來了 這樣子 那在ITF工作圖裡面 我們最強調的 就是Rough Consensus 就是粗略的共識 那ITF的有一份文件 它寫的就是說 你們在IT裡面 我們不相信國王 不相信總統 不相信投票 我們只相信 粗略的共識 跟晉級的城市 就是Rough Consensus 就是會跑的城市 跟粗略的共識 那這兩個就夠了 那什麼叫粗略的共識呢 就是大家大概覺得 某個方向還不錯 這樣就可以了 沒有說什麼是最好的 沒有什麼是比較好的 甚至都沒有 只是說這個方向還不錯 我們試試看 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可是這個東西 之所以會變成ITF的運作 是十幾年的 就是彼此戰魂的 那個血淚的教訓 所匯聚成的一套文化 也就是我們發現說 每一次你要求的共識 只要比粗略的共識 稍微精細一點點 所謂的Find Consensus 就是大家都 連細節都同意 你每一次只要 想要精細共識 就會變成粗暴共識 Rough Consensus 在英文也有粗暴的意思 就會變成粗片 這種狀況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在網際網路上面 簡單來講 就是有閒的人 有時間的人 如果 如果我還要上學 我還要工作 我還要做班 我還要照顧家人 可是呢 對方呢 是一天二十小時 二十小時都可以 不斷地站位 到最後一定他贏 就不管我們的頓點怎麼樣 你光洗板子 就洗得過人家 那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要求精細共識的結果 就是大家都想消耗 再你要花時間上去 然後到最後最多時間消耗的那個人 看起來贏了 可是這個已經是一個 無意義的勝利 因為等到他贏的時候 社群就已經分工理性了 其實沒有人想要再繼續講話了 那所以他就說服了所有人 也沒有 因為只剩他了 對 就是什麼 就是說每次都這樣 他社群就會散掉 所以經過無數次的升聚交易之後 IJF終於理解到說 我們就是把這個寫成我們 類似線法一樣的東西 就是說 任何時候大概有個大六個公司就好了 就不要再花時間上學了這樣子 所以 換句話講 就是說 有一個大方向 你想到一個解決方法 你就往那邊做 然後別人往不同的地方做 只要這個大方向 不要完全背道而辭 沒有擋到你的路 你就讓他做吧 不要再浪費時間去睡 你怎麼樣是比較好做的 你有很多人都能夠做的 然後其實到最後最好做的 就是在這個中間互相融合形成 所以就保持一個太棒 那這裡就是 我早上學了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 兩年多以前 我看到教育部的 熊妹鬼字典的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呢 超爛的 然後呢 為什麼他超爛呢 因為他在手機上不能用 最超爛 好 那 那 這個網站 其實不太公平 因為你如果去看它的原始嗎 我上次的演講也有提到嗎 它是說 需要ID5.0或Netscape4.7以上 才能夠瀏覽的那種網站 那 Netscape4.7以上的那個 以上 因為4.7都沒有出了 也就是說 它是1996年做的網站 然後後來就沒有修了 它一直停留在 就是活化石 網站界的活化石 它一直停留在1996年那個狀態 所以智慧型手機 突然不能用一套 是沒有智慧型手機 這種東西 好 所以我跟它不順利 那怎麼辦呢 我就跟一群朋友一起砍仗 把它全部砍下來 所以玩了死 砍下來之後呢 就自己搭了一個網站 叫做 那這個網站 你猜就很棒啊 就是有超連接啊 各種做一些網友啊 iOS Android 的每個字都可以下載 但是這個網站呢 它出現了呢 我們的目的 是為了要在手機上面 有字典可以運用 所以我們目的 並不是為了賺錢 並不是為了做任何別的 什么名誉权什么东西 我们全部都放棄掉 所以我们就跟教育物 我们真的只是帮你转换格式 合力使用 所以你不要告我们 同意 也告老后来自己他释出了 那他们自己开放出来的好处 就是说分支的东西可以核定进去 所以我们其实帮他们修了很多挫子 修了五千多个挫子 然后帮他们把本来 第一个无码里面没有那些东西 都变成有点好 都变成这个backit 就是四次贴上的那些穷文字 我们做了非常多工作 那所有这些工作都没有白费 因为到了2016年 中军教育部翻修了 中冰部有四年的网站 那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他们的厂商就直接拷一段回去 然后等于我们就把他合并回 本来的那个猪网站 所以在网络上面 我们叫做协作 collaboration 不叫合作 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不是说我先说服他这样不这样 我是做给他看这样不这样 然后他也不一定要认同 但他如果认同了 随时就把他合并回去 这个就是collaboration 就是协作的因子 那当然国教园 愿意采取协作的程度 就很高兴 因为我们以后就不用跟他站了 他们自己每个月 还把Excel上去中留 我们就真的跟这张合伴 一样的关系 这样 可是这个是建立在什么呢 是建立在你愿意公开 把你的每一个步骤 正在形成的过程 你在想的东西全部都公开 不然的话别人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 那这里呢就是有一句歌词很喜欢 他是一个歌手叫任何人 柯恩 刚刚我哥这个中文是 我是讲讲说 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OK 英文是说 There is a crank in everything That is how the light gets in 就是说任何东西它都是有缺陷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缺陷 光是照顶的 就是因为有缺陷 所以你可以再忙照顶 那这个环道社群上的意思就是说 呃 举例来说 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个问题 你想要得到答案 我们在网络上面问一个问题 不一定会得到答案 很多人听到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如果是 你不是偷问题哦 你提供一个做的答案 一大堆人都跳出来纠正你 专家通通都出现了 呵呵呵 其实大家对答案的兴趣非常的高 呵呵呵 呵呵 因为大家对答案的兴趣 比乐于助人的兴趣高 大概一个助养级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不要怕丢脸 你就是说 好啦 这就是一个烂答案 那这个 那这样子看不出眼的人 马上就就跑出来了 那如果不是有这个不怕丢脸 有这个猎虹 那个光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要主动在公开的地方问 然后找一个 大家能够找不到的关键字 然后让大家能够去做 那反过来 如果有人问出问题 或者如果有人有一个半雕子的解决方式 你才想要纠正它 那你可以说 我介绍你认识这个社群 或者你也可以说 这个Google就有了啦 或者是说 这个你回去看课本就有了 什么之类的 那个这个事情不行 就是说 你们很不建议 别人这样讲 因为这样讲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它 就是课本也好啊 Google也好啊 它是物件 它不是社会物件 这有什么差别呢 你投一篇影片到YouTube 它是一个物件 因为它有一个网址 这个没有问题吧 但你如果把留言的功能打开 留言就可以绕着它 开始说话 对不对 那它变成大家讲话的主题 因为大家在影片底下 当然都留关于这种影片的话 我现在终而不算了 但是大部分是 在留关于这个影片的话 那这个时候才会变成一个social object 你可以透过一个影片 来认识它的创作者 以及计划论的人 你要可以透过这些人 认识它获得更多影片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影片 再也认识更多人 它是一个旋软 一个网址 对不对 那如果你现在告诉别人说 给你回去查书 或你去Google 这种不是社会物件的东西 你能断开它的魂结 那所以意思是说 它就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方式 去认识更多人 它就只能回去认识书 那这是很不幸的 因为这个社群是建立在大家 每一个比较懂的人 都有给它异动一点点的在某件事情上 可在别的事情上 可能反过来是一个人交流 是靠这样子的社群能够维持 那任何时候你告诉他说 阿杰反过去 你去Google就好了 的意思就是说 那这个社群不欢迎你 对不对 不欢迎你的问题 不欢迎你的参与 那这个时候贡献者 跟参与者就会有动作 那这个时候 沟通医院就会丧失 社群就长得大 那我刚刚讲的这一整套 因为还有半小时吗 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一整套 一般来讲 在台湾的说明 都是说充满了正能量 正能量破 然后每天来听正能量 但是在台湾 尤其台湾的后环境里面 我如果一开始讲这些东西 其实它有些 别的比较酸的标题 没有那个正能量 然后他就会说 那你讲的就是小圈缺乱 或者就是自嗨 或者就是取乱 取乱很多人这样 可是就是说取乱也好 小圈圈也好 自嗨也好 那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你想像我们 我们前应该很大的概念 比如说要把所有立法院 讲的等一句话 都变成这个 互动式的图标 或者是什么东西 就是非常大的可能 要上台来一起做的 OK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点像是 我们要去爬御山 就是要登个很高的山 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重点的话会有人折责 大部分人会折责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或是像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就是有一定是感到的 那在这种事情里面 我们本来就要在 登山之前 先在旁边的那个什么 小村庄 小屋 登山小屋那边 大家先取乱 先一小圈圈 先稍微自嗨一下 那这个在心理圈上 叫做基本假设 就是basic assumption rule 基本假设群组 基本假设群组 也就是说 你要先满族人跟人之间 这些最基本的假设 让大家知道说 彼此是可以信任的 彼此是对彼此不会受伤害的 彼此是这个群狼的 自嗨的随便嘛 但是你有这个 你才会变成我们叫做唯一 就是真的能够去公理的团队 那你如果跳过 基本假设群组这一步 然后就开始彼此算 那会怎么样 那个不要说公平 连能不能在这边过下来 都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 每一次要做 特别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一开始就取那种 自嗨小圈圈的那种正能量 那个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人类心理局的事实 就是这样子 但是虽然我们刚刚说 就是要往各种不同的方法 要发展 有各种不同的地方 就是每个人有解决方法 可是有时候 连不了的是要骗屏别人 为什么呢 资讯科学里面有一个讲法 是说资讯科学里面 有两件最困难的事情 一件事情是取名字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是什么时候要轻快取名 然后另外一个是 就是不要不小心过算 所以这是写城市的阿宅 特别容易翻的三种问题 那在系统的城市里面 净快取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这边有人不知道快取是什么吗 我不用判断 好 大家都知道快取是什么 快取是有用来请帮你记住 你上次造好什么网页的时候 网页的状态 那你的快取如果没有设定好 那就是网页明明都已经改了 可是你连到的还是旧版的 对不对 就是快取是情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每天清快取也是这样子 对 那但是呢 为什么在人际沟通里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是 因为绝大部分人 他脑里面对别人的印象 对别的事情的印象 是停留在上一次 他们有活动的时候 当然嘛 我们又不是行面感应 一定都是停在上次的快取啊 那可是如果我下一次 通常类似的事情 我问到同一个人 我还是觉得说他一定都没有改变 那这个时候我哪里就是 陷入为主的那个东西 就会影响我跟他的互动 那有的时候这个快取是一件好事 他可以加速网站的载入 我们可以一下子就进入讨论 但是很多时候他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事实上状况已经改变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批评别人的时候 你并不是要他硬要去同意你的看法 而就是提醒他说 世界已经改变了 你要不要清掉那部分的快取 自己重新认识一下这个世界 那这个是特别接近学区的部分 所以我要接触一个很具体的论子 这个是在加德满读大地震的时候 就是尼谷尔的大地震 应该还有一些的吧 OK好 就是之前尼谷尔很惨 就是正在嘛 然后有一个网络上面的开源社区 叫做开放街 open street 那就像google地图 或者苹果地图 可是是像维基白克一样 大家一起画的那样 那每个人自己画自己住的旁边的地图 自己标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所以就会有人标无障碍的地方 用标印水机 甚至有人标这个 就是翻地在一起就标准了 那所以这份社群做出来的地图 在尼谷尔盯证的时候发挥了一个作用 就是绝大部分的商业地图 只会画家的满路市跟旁边 因为这那边有钱赚 基本上 那开放街图呢 也是靠当地的几个人 就是感兴趣的自己画 他们都是住加勒曼都附近 所以真的也只有加勒曼都附近的 都画出来 可是他们一地震 其实影响了很多是比较偏向的地方 它不是加勒曼都市的男生 那当时呢 开放街图就发起了一个计划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卫星影像 所以我们就邀 全世界大概两千两百多个人 把这个地图的 相当于它的卫星影像 切成很多小儿子 然后每个人认为一个小儿子 花可能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去标 那就上面什么是道路 什么是建筑物 就就到这里 就是一个点或一条线 标上去 然后呢 标了之后呢 在二十四小时 正在发生后二十四小时 新的卫星影像就传进来了 卫星公司第一次出 一瞬间就公开他们的卫星影像 那这个时候呢 整个社区已经画完了前面了 他们就马上回来画 家里满屋附近所有地方的 新的卫星影像 那用这个卫星影像 你就知道什么呢 本来有路的地方 那些路关掉了 本来有房子的地方 哪些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房子了 本来没有房子的地方 哪些帐篷突然间出现了 表示在一幕群姬的那边 对不对 所以到了第四十八小时的时候 也就是第二天 黄金七十二小时 到第二天 连恒国同事私会进来了 他们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 多了几十万条路 跟几十万条路 跟几十万条路 这样一个before and after的图 他们照着这个图 就知道说 物资从哪些地方才进去 就知道说 你送到哪些地方才会有人接 你就会知道是说 那这些是Google 或者Apple 或其他地方的地方 都没有的资讯 因为它是最及时 必将完了之后的资讯 那这个东西 就是花开放截图的 花了两千多个 可能两百多个是台湾来的 那所以其实他们贡献蛮大的 那所以我们 可能只有少数人能够 像自己尽量飞过去 尼泊尔实际去振灾 但是我们 见感救灾也是 就是有我们的贡献 这样子 那在当时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有一个 各位可能听过我的Facebook专业 叫做 变态相避女不孝雄 这个 有人听过吗 好 OK 那 不孝雄呢 他们 特别 特别 画了一张图 有人 已经开始感兴趣了 特别画了一张图 来 这个 嘲讽 这个行为 那他们嘲讽这个 大家画地图的行为呢 呃 所以就有很多人 这个响应嘛 然后说这个 就是参应 要大家来帮忙画地图 那所以呢 不孝雄就是说 可是你这样子来的 都是第一次画的人啊 那第一次画的人 其实很容易是来乱的啊 那来乱的 而且可能会造成四毒七塞尺啊 什么之类的 非常多奇怪 为什么你们本来不懂 这个你突然感觉 那你懂的样子 然后原来他们是参考了 联合影音 就是联合报的电子媒体的一个访问 那那个访问呢 是访问许子涵 就是许子涵 就是许子涵 那许子涵他是 呃 在穆拉克风灾的时候 帮过非常多忙的 当时就是 输协助文化协会 当时的一个 很重要的人 那他组织穆拉克风灾 我忘记穆拉克风灾 我忘记穆拉克风灾 2008 2009 我忘记了 就是反正就是 2010年前的事情 那他组织那个风灾的 救援的时候 他就深切体验到说 呃 伺服器是很容易就是爆掉的 然后手票紧也很容易被打倒 就是说很多时候 一下子有人涌入的时候 那个伺服器就不能运作 所以他们当时 有花很多时间做平安管制 就是说只让专家 只让真正懂地图的人 来做这样子的 就是救援的事情 所以他就跟警察说 这个就是 就是蔡英文哲总统 去 去说 这种事情要下面一起来啊 那下面可能不一定他们专业 台湾其实有专业的 开放介组社群 伺服器的资源包括 有些应该要来为他 等等等等 所以不小心那个东西 先拿他的方位 然后配了一张漫画 基本上这样 那所以这种 就是二次文创 那我后来就是去跟子涵 去沟通的时候 就是说 就首先肯定说 他当时 就是有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在当时 因为当时是没有原本 原本算的 当时你一开伺服器 就是那么多 就是那么大 那如果你有近十倍的人 你要买十台电脑 你要真的去买电脑 然后你要等电脑还要装机器 那个是救灾的时候 根本没有那个时间 可是现在不一样嘛 现在我们都是在Easy2 就是Amazon 或者Google Cloud 或什么地方 你信用卡刷下去 谁在电脑就投出来了 对不对 而且还不需要多少钱 因为你是救灾那三天佣人 所以就是说 有多少人就刷Dora的电脑出来 自己坚持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现在已经有很好的 就是我们三七三神治 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你第一次来画地图的人 他的贡献如果有问题 你透过机器学习 或者透过就是版主审的方法 派资深的人做一次review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哪些是来乱的 哪些不是来乱的 那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工具 那这些工具 在华尔克同态的时候 其实都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所以就是说 要先提醒他说 就是你拿完一个快区 在当年是有用的 然后你的同个价值 就是就在里面 也是我们愿意同的价值 但是现实已经改变了 你要不要清一下快区 然后自己 重新载入你下一页的面 好 ok 那所以后来他就回去看 那个开放截图的头的群组 那就重新载入 他就发现 诶 真的事实已经改变了 真的是这样 这个大家现在 两千个项目一起用 我也不是问题 所以他在脸书上 自己也有做检发 自己也做了澄清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这样子 那当然我想联合报纸 不可能 这个 就是 更正的 因为媒体也快去清了 那个 时辰跟我们大家不一样 但是 就是说 就是说 在网络上面的沟通之上 就是双方抱持 很像一种 就是 只是提醒他 请有快区的态度 那 但是呢 刚刚是最理想的状况 就是我跟子涵 这个 其实都是厘线很好的 那大部分的人 你去请他 请一下快区 他说那你就要命了 就是说 是 一下子可能就是很酸的 或者人生东西 什么都跑出来 经常好的情报 什么东西 那 但是 这种时候 才是 就是考验一个人 能不能保持优强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如果有十句话 这十句话里面有九句 都是在酸 都是在损人 都是人生东西 你能不能把那九句 这方面都成长 那样释放 他说你没有看到 可是还有一句话 是有意思的 在说 可取是说 你可以拿到东西 你可以从里面学到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 那句话 还是对你有帮助 那就去当中就看到 就好了 那这个呢 说起来有平常 说起来超能 所以 所以 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 一些非常基本的 这个本来的名文就是说 Troll Party Troll就是在网络上面 专门来乱 来乱 然后引起社群的 骚动 或不安 作为他的快乐的人 就是 别人的什么 就是我的快乐 这样子就是 Troll 那Troll在中文 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 那 蛮长一段时间 我刚过网络的时候 是翻白幕 然后白幕后来 慢慢就变小白了 小白流行来一阵子 那可是据说 最近某些社群 只认除的姿态 也不认小白了 就是 就是Troll 除是好像 Troll的 就秘密 这种感觉 那可是Troll又不完全是小白 除还加上中文 人的固定 这个问题是 只有 很多上面的那个语言流别 真的是太快了 好 不管他是用什么指称 意思就是 这个 造成别人的不安 骚动混乱 就是他的快乐的人 和这样种来乱的人 这样子 好 那我的兴趣 就是 有人来乱 我就一直跟他讲 讲到他不来乱为止 然后呢 这个愿意变成社群里面的 优良的分子 为止子 然后花多少时间 无所谓 因为这是我的兴趣 那这是我的兴趣 我没有说服大家 要有相当的兴趣 这种非常累的兴趣 但是 如果假若 你要培养这个兴趣的话 我可以分享这个 具体上是怎么做的 但分享这个兴趣的话 有一本参考书 叫快思曼影响 Thinking Fast and Slow 的LRL韩国航班 那Thinking Fast and Slow 它的基本概念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脑子有两个系统 就是一个是快的那个系统 它就是靠这刻板影响 做一个大的快速的 情绪性的 冲动的判断 那这个判断 通常百分之六十准 但是 就是百分之六十准 这样子 那而且会带有很多 刻板影响 我们可以介绍什么的设计 那 那慢想是说 如果你深呼吸 六十秒之后 再来想的话 那你看这件事情的角度 突然之间就不一样 因为你把现实 纳入你的考虑 快思的那个部分 是没有现实在里面的 是你本来的那个快区 的起作用 那所以呢 快思曼影响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网路上面 跟别人这样站起来 吵起来的时候 如果有一边说 我就停下来两个小时 然后这两个小时 随便你还讲多少 讲多少 只有如果Skype的话 你就讲嘛 我就转静音模式 然后两个小时 就让你讲 如果是PTP的话 我就再两个小时 让你贴嘛 OK 那你还写多少 两个小时后 我再要回 那你每个字我一定会看 这样子还吵得起来 就奇怪 这样子就很吵不起来的 因为大家就 engage 进那个慢想的模式 就会把对方 为什么写这个的 那个事实 考虑进去 那不是啊 大部分吵起来都是说 你根本还没有办法进入那个 就是慢想的那个状态 在快思那个状态的时候 就你一眼唯一 然后就越来越 越来越夸张 所以就是要这么听 那我们 HTTP是 刚刚已经提到 是一个很重要的系列 那大家应该知道说 404 在HTTP的意思是 你要的这个东西 它不存在 对不对 找不到页面了 太好有点厚 像我点头人好少 我讲到这边的时候 我有点心虚 对吧 然后 那 那 500是说 你找这个页面 可能本来是存在的 可是因为伺服器是我 所以我想给我把它给你 就是它伺服器内部 把它做的 对不对 好 那 我们在做 就是拥抱小白 或者在做 蜻蜓 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HTTP 把自己想成 一台伺服器 想成一台伺服器 然后呢 把对方过来的言论 里面可能 10句里 9句里面是人身攻击 通通到后面遇到 为什么这样做 是因为 所谓来乱的 所谓小白 它其实是在真实世界里面 没有办法获得 高品质的注意力 所以它到网络上面 想要获得那种注意力 可是网络是虚的 对不对 它是吃不饱的 我的意思是 所以它今天来乱 然后别人注意它 这个怎么样乱乱 什么东西它很高兴 明天它醒来 它还是 没有真正的任机眼淡 它还是觉得饿 所以它又要 又要上来 然后又要一起去哪 所以就是为什么 这个小孩永远都 都无法消除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是甜不饱的 它要的东西 跟它在网络上面 取得的东西 其实不一样 但是就是有种 很正值得的感觉 对 那可是它因为 永远甜不饱 所以就一直做 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你要解决掉小白问题 首先就是说 你要 它那九句 人身攻击 你就完全当作没有看到 完全不去回 然后呢 它有一句 是比较有建设性的 或甚至那一句也是来乱的 但你可以把它硬解释成有建设性 所以它有一句有建设性的 然后就很专心的专门为那一句 然后呢 过了一阵子 它就会发现说 因为它可求注意力 那它有建设性的东西 它才会得到注意力 它不管贴多少条 情报性的办法 它们就得到注意力 然后人质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 慢慢它就会reinpose到说 我要成为社群的 有贡献的一份子 我才能拿到 我身边想要的那个东西 这样子 那 所以我们实际上 那具体 我们要怎么回吻 对不对 就是已经到操作了三次 我是把自己想成一台 这个王业伺服器 然后王业伺服器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状态里面 有读重不同的开头 12345 10445 1044545 那所以有人写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已经觉得 是我可以回的 反正是已经很好了 那我可以回什么呢 我可以回100 就是 好啊 请你继续说 好 那或我可以回101 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用 我听得懂的语言说 就是说英语 博语 或者说话语 之类的 那 或者呢我可以说 201 201就是说 我听到了 我听到你说的话 201是说 我听到了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不对 201是不业语 就是说 我听到你说的话 然后我大概都简单地 重新讲一下 那301是说 这句话 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听更多人的意思 然后我们需要把更多人 拿入做对话 301是说 这件事情你跑错了 你可能要去隔壁房讲 这样子 这里都是这样子 好 那但是做到这里 我就知道 因为在HPTV里面 四开头的意思是 这是你的错 你明明知道这里面有这个网页 你还跟我讲解决的错 五开头的意思是 对不起我的错 我应该给你网页 但是我使我们不能给你 是四读期的问题 OK 四开头是浏览期的问题 五开头是四读期的问题 那绝对 不用两种想法 就是不去分对做 就是不去说 这是你的错 所以你能这样讲 这是我的错 不道歉 我绝对不道歉 但是也绝对不要被管道歉 好 那所以就是不断地说 请继续说 用大家听同的方式说 这是我听到的 我听到的一次 我听到的一次 那这需要更多的人的意见 或者是你要去上次看的 你每一句话 都用这种方式的方式 然后到最后 不管再小白 再来乱的人 到最后就会很完整的 把他想要讲的东西 那到那个地步 他就突然脱胎化 他就不是小白了 他就变成社群里面 有建设性的一个分子 所以当然这个过程 是非常长时间的 我在此生命中 是要大家非常享受的兴趣 但是这是 做出来的就是 每一次都有一种 这个成就感 这样 再想当老师的人 你知道 理解中成就感 好 那但是就是 讲穿了这个就是 一个同理性 的一个概念 那有本书叫同理性 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透过一个人 把别人的表现 别人的行为 什么去理解他 那最后是要做到一个 叫做 世欲 Fusion Horizon 那这个是做全世学的人 很喜欢说的 就是说我一直去看一些经典 然后我一直想像说 他是在什么状态下 做出这种创作 我到最后 我看了那个世界 就跟范子看了那个世界 慢慢慢慢的重合在一起 不可能完全重合 可是我可以多多少少的参透 他在创作那个当下的心情 那这个时候我这个人的神秘 因为这样就扩张了 我就好像活了一个 以我本来的人生 活了一个人生 所以你每次做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你自己的神秘 也在一次 一次扩张 好 那另外一个很很常见的一个名字 就是在做开源的人 他这个很多都是 因为我刚才讲 你跟特定有大神 所以就是说 他是不是只有大神 才能做这种事情 当然不是 Linus Linus 是当年创造Linus 的这个人 Linus Tomats 就是非常宅的一个大神 超宅 然后呢 他就是literally 在芬兰 他在 住在自己的 就是父母亲的家里的地下室 然后因为芬兰嘛 是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他是要一直保持 学生身份 他不管是交通啊 饮食啊 什么东西 所以他就一直保持 学生身份 无限情 然后呢 然后就整天在地下室 协作一些 好 然后呢 那所以他这个 别人都觉得他这个 真的是超宅 就是已经宅到一个 不知道该讲什么的境界 那而且他不但宅 而且他很中二 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差不多 开始写的时候就是中二 所以 对 我不能错怪大家 那这种事情就是 十几岁一个年轻人 然后呢 到了二十岁左右 然后做了一个作业系统 那这个作业系统呢 他也是用自己的名字 来命名这个作业系统 所以他叫这件事 他的作业系统叫Linux 那这个在今天的台湾用户就是说很狂 对不对 那他很狂 他觉得他一个人就可以对抗这个权威吧 对不对 超狂 好 那然后呢 那就是这么狂的一个人 他做了像一个作业系统 那这个作业系统 确实取得一定程度的支持 没有很多人愿意帮他做事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随着他慢慢慢慢年纪变大的 他现在快40岁了 还是已经40岁了 总之呢 他在这二十年的熟成的阶段里面呢 他慢慢体会到说 他越去强调自己狂的那个部分 他得到的帮助就越少了 他越去甚至承认自己的不足 他承认说我在某些方面真的很危险 那 他在中间这个心态转变的一篇很有名的这个email 就是他的标题就叫做Linux dozen to scale 好 这个是蛮窄的一个效果 就是Linux它的特点就是它scale 什么叫scale呢 就是它你放在两颗CPU上好 它可以输入连两倍 四台CPU好 它输入连两倍 你给它8颗CPU 它可以用到7.9颗CPU 就是这叫scale比特点 延展性 对不对 那 所以Linux最狂的就是说 他在很早就说 我可以用大概什么阿克CPU 要不然它只有一个CPU 超狂 到底没有人进入做特色 没有吧 其实 就是说他做得到这样子 但是Linux这个人放scale 也就是说 他如果什么都是要他讲的算 那等到测试群度到一个程度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再看每个人的贡献 到最后就会变成是他硬要看完 因为他每天可能会收到上千分建议 他里面可能上百分 他才那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scale 他等于每天只要用省别人的意见 他就已经省不完了 然后结果Brenhal Brenhal就是说他就谈话了 谈话之后就不用开发了 所以他就很公开地承认说 Linux可能scale 但是我不scale 所以说我承认管理不是我的想象 但这对他来讲是很困难 讲出来的一句话 但他讲出来就是 我不擅长管理 对不起 那我们要有人专门把我当做我的 就是管理程 然后甚至要每一个社群 每一个Driver的社群 就是自己去管理自己 那慢慢就变成一个完全自知的模式 到最后 他变成了一个吉祥物 所以他就写了 大家看到还是会知道说 当年是他写的 但事实上他根本是这样 没有没有真的在 他除了就是 真的是他吉祥物 每个版本就是庆祝一下说 我没有做那些事情 我帮你们 但是除此之外 就是没有做什么 以前那么多实施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后来去开发了 一个版本公司系统 就是说 那Gate对世界的影响 那Gate对世界的影响 很可能已经超过Linux 对世界的产生的影响 因为他让所有人都习惯 分散世界做的这个概念 他影响到就是整个社会的 进化这个时代 那他Linux喜欢说一句话说 我这辈子是做两个专案 这个两个专案 都用我自己的命 那第一个当然很容易解释 对不对 他就是Linux 写了Unix 所以叫做Linux 那第二个呢 怎么解释呢 Gate它在British English 在英国的英文里面 是阿呆的意思 就是纯淡 不是真的完全纯 但是就是三个傻瓜里的那个傻瓜的意思 白瓜的意思 所以他到了就是比较成熟的时候 他发现说 我把我的专案群名叫做阿呆的 然后或者说我公开承认说 我就是很不擅长这件事情 我获得的帮助 远大于我当初很中二的时候 获得的帮助 所以他花了可能20年 学到这件事情 这样子 那当然也是因为他来自的文化 当年比较努力 中外人的新冠军方向 但是我们可能不用学那么久 那我的意思是说 各种专案都需要具备最多能力的人 那觉得自己什么都会的 那种光圈效应 就是是非常要不得的 不管是对自己 对别人都是要不得的 那Linux写成是当然超强的 可是他一次只能往一个方向走 那所以他要承认说 也有他造不出的地方 他比较说设计Local 就是他造不出的地方 可是他如果不承认 那这样别人是不在帮设计Local 你不会觉得说他是我的字 所以我们举一个这样实际的例子 就是所谓虔虚的例子 那这个是有一个 资讯界的一个俗运 叫做Wars Spendial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 当年有一个超烂的语言 叫做JavaSprint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 而且只花了四五天就设计出来 然后里面充满了各种意外 然后没有任何 你说他想什么都不想 是一个非常烂的语言 那但这个语言呢 他的特性就是他完全公开 然后他一下子就让所有人 用各自不同方法去发展 然后呢 他的社群就变得比所有人都大 然后呢 因为比所有人都大 所以大家都会贡献那个行李 所以JavaScript 就会变成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到现在就一场天下 你要不学JavaScript 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记录你要做几段很好 而且后端底下也得去 结果说他已经变成了 新时代做过演员的那种状况 可是一开始他真的比大家都不赖 所以为什么这样 是因为做了他的那个Brennan Act 他很早就领悟到 Linus Tobasco的二十年 才领悟到那个东西 结果他一下子就说 好了 这就是烂东西吗 大家帮忙看看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呢 在居里面 林生的第零次黑客座 因为我们是阿财 我们从里面开始说 第零次黑客座 里面 在中医院就是有当时 我不是发起人 我是成立之后两个月加入的 那在第零次黑客座的时候 有两个特别会写城市的 城市设计师 做了这样一个logo 民事政府logo 印成好像A2吧 然后画在那边 这样子 那这个logo有一个特性 就是你要做比他丑 蛮困难的 你要做比他丑 你可能要很用心的去行 才能够做比他丑 那就是 这完全就是什么 不味的art 做穿那个等级 就是你把自首压力一点点 然后就这样就没有了 好 然后配色也是 我就不讲了 那现在总是 总是他愁到很高 愁到不行 好 但是他们完全不怕丢脸 就是 What is better is is hot 所以他们就是说 好 我们就是说这就是烂 然后就挂在那边 这样子 好 那结果呢 在电影三天课中 就来了一位设计师 无性网友 吴一文 那无性网友呢 他坐在台下 他本来好像有别的事情要做 可是他看着 左杀角这么漏 他就浑身都使不穿心地 他就有种麻痹的感觉 他就是在脸书上面说 我今天要是不画出云更好的 我今天什么事情要做 那就是所谓一张图人物设计师 就是这个概念 那所以他就是人物了 那他就只好花分了为行动 所以他一整天下来 花了整整八个小时 就只完成了一个导致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当时的新的导致 我们一人唯一的投票 那当然是比左边好 可能无限多倍 这样子 好 那但是呢 他为什么痛苦了八个小时 就是因为他受不了 他受不了的 左边是这么烂的 烂凳 那谁在乎不谁痛苦 所以他就痛苦了八个小时 然后因为他很在乎 所以就做出了这个东西 那可是他也抛弃出作权 我们所有GV的人 都抛弃出作权 在这种东西上 那所以呢 这个东西你说它是完美 它绝对不是完美 它在小荧幕的时候 尤其手机上 莫名其妙就被看成GQE 那所以我还有特别会 持续注册GQE.TW 因为他都会打错 打错之后 他把它重新装向 为GV的提款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在小荧幕的时候 中间那个红点 非常的不明显 所以心理不让它是个零 这样子 所以后来 又变成 不是流行flat design 所以就变成 所谓的平面化设计 那这样的好处 所以说G跟VROAD 萤幕十寸不够 你就不用了 你就只用中间那个 那辨识度还是非常高 就以VIA来讲 这个面识度就是很高了 完成度算是比较高 那也不是完美的 所以各位欢迎去看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一开始不是有两个阿宅 不怕丢眼 把他们最不擅长的这种 超纯的 超丑的 超丑的 手到飽的作品 大啦啦的展示出来 那你就不会惹慕设计 然后还就不会 这个谁在乎谁痛苦的 花了八个小时 然后就不会有 接下来后续的应用 所以说一开始 这个比后面的这个行 要比较重要的行 就是不怕丢了你这个东西 要做到非常非常很多 好 那所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你不要预先设定说 只有哪些人能够当参与者 像我们一开始 完全只是国语词言 那后来当然加了台语 然后后来又加了特加话 后来加加了阿美语 就是我们不自我设计 什么都加嘛 就是在台湾也能够加的话 后来连藏语什么什么 全部都加进去 那但是呢 我们一开始没有说 这是什么台湾的交往 什么台湾人的作业系统 实在我们没有像某个强国人 这个 还很喜欢讲的那些东西 对 那我们只是说 这是开放的 对全世界开放 然后去做的就是对全世界开放 那这样子的结果就是 会有出生在巴黎近郊 长在法国 但是喜欢李小龙 所以就跑去学了这个武术 那因为像李小龙老师 杰全道嘛 就是以那个 道德经浪 古代经典 所以他完全 其实只会发文跟英文 然后呢 他就因此用说文解字 去学武汉语 因为他想要看 那些东西 所以他是先学武汉语 那他学武汉语之后 你就对台语发生了兴趣 然后呢 所以他现在出台南 然后呢 来这边注意你 叫做P.N.H. 那可是他又 不要我们叫他P.N.H. 他说你们要叫我P.N.H. 叫我P.N.H. 我翻译 那因为他自我认同 就已经是 就是用来语 然后他还用的不好很多 那P.N.H.在P.N.H. 在那个拉丁语系 是石头的意思 所以他的中文的名字就是 来语的主张九 就是石头这样 那阿什 那他非常有趣 就是说 他认识的那一个文化 是两千年以前的那一个文化 那些文化有一些部分 当然是他也没有报留了 所以他就是义务帮 吴首帝老师把他 就是已经过世了 然后他捐赠出来的那个字典 把他变成为 其麦克的一个部分 这样的钱 大家恭喜 可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说 这边是台湾人 才能够做的 他到底算不算没办法 对 就是很难界定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能够做出 跨离欲贡献的 都是这种人 就是他已经不属于特定文化 他甚至已经不属于特定时代 他是在一个 非常多维度的一个 自我认同下 那你的专案如果有开除性 你第一个就会开除这种人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专案就长不大 那这是非常要实际的事情 所以就是要有安全的空间 他愿意要费成王 而且我们就顺着他的理由 我们就不要说他上楼 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事情 这样 那Edison Randall 在讲到这一篇歌的时候 某个还想说 对他是在南非黑人台人 这个分隔的时候 把八台的时候长大的 但是现在呢 如果去问我爸妈妈 我想说 那他算是黑人还是台人 对不对 他爸爸也演一个 所以这是很难讲的事情 那或者说 在场我们算是黑人还是台人 你就套得进去 对不对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套得进去 你说硬要分层 工程师不是工程师 设计师不是设计师 这都不是嘛 大家都是会一点点 会一点点 越懂越懂这样 那我的意思是说 在场有100个人 那就是有100种人 那这个才是所谓多元的意思 那你建议再说 硬要分两种三种 那个就是莫名其妙 就把介于中间的人 就拍出来 可是他不在中年来外面 结果就拍出掉了这样 那这个在社会学上 有个专门的词 叫做一个Sociality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某些 强的地方 某些弱的地方 我们可能在 在经济上是强势 可是在文化上是弱势 或反过来 我们在资本上也许是强势 可是我们在这个 人际关系上也许是弱势 也许我们有身心障碍 也许我们身心某些地方 特别好 对不对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强弱象 都不一样 那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弱象 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弱势的那个感觉 去体会 别人在我们强儿 他们弱的那个状态下 的那个感觉 那如果大家都能够 体会到这种感觉 他会发现说 原来所有的弱势 都是弱的 而每个人都是某方面的弱势 所以才会有 像刚刚讲的那种感觉 出现 所以叫结构性的 结构造成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部分 就比较快的带过 那这边在讲的其实就是说 坑刚刚经常是无限大 挖过弯的 所以你跳进坑里面 你成为更好的人 那很棒啊 那但是事实上 是没有办法 才能做到的 绝大部分没有办法 那在这里 我不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自我治理 我小时候 大概20岁的时候 那个 有事没事就是熬夜熬 36小时是最长的 有事没事就是72小时也是有 然后旁边的大人都觉得说 你跟自己过不去吗 对 那可是 但是是一个 就是我还在练某种技术 那种技术我还没有掌握 然后我在练的过程里面 我只专心那个技术 我觉得说饥饿啊 寒冷啊 这个想睡觉啊 那个都是让我分心的东西 就是身体是让我分心的东西 所以把它先弹在外面 然后我就是专心做创作 那有时候某些创作的创作 真的是你连去72小时的时候 哎 你突然间掌握那个状态 就是敌感的那个状态 那 那个状态就是所谓叫做什么 心流吗 flow那种状态 那个是很 就是像土地一样 就是可以嗨 那个还是不会low的 就是可以一直排下去 那可是到了 我技术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就会反而回过头来 开始去灌我的身体 开始去想说那我的身体要 要护好 而且可能现在睡眠都没有增长 才睡到起 然后也开始做运动之类的 就是说 所有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有提醒 是因为我后来就发现说 等到我技术掌握 我熬夜做出来的东西 并没有因子平均提高 它就是同样的提升 我比这个再多的 那是需要我跟我的 当下的环境相处 跟自然相处 跟我的文化相处 它 我从这个角度去看 实在的东西 我的想象全能都被激发 我激发出来之后 就是从real 到就是imaginer 我的想象全能被激发 最后可能变成符号 变成single 让别人也能够分享我看到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 所以等到你技术 先受到一个程度 身体就是变成你 你不能没有 是因为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没有那个创作的源头 来告诉你 主要世界 在你的眼中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是就是阿刚 最近阿刚的 有一个六根数据 就是要用生命去做这样子一件事情 那 在台湾呢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对那个做婚纱的人 抱歉 如果这边有刚好人是婚纱从业者的话 那 其实先说抱歉 就是说开婚纱的时候呢 是阿刚的 他在Youth的法里面说 翻过来的状态 就是说 你是先有一套社会的符号 这个符号就是说 你就是要穿成这样 打扮成这样 表情这样子 白在这里 所以说自己还要整形 它不便 然后呢 那在这种符号底下 你限制住自己的想像 也限制住所有其他人的想像 那个摄影师变成这个符号的工具性 然后呢 会握手来你限制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 你就是要在那个 其实蛮不熟悉的状态 很久 只是为了要满足那个符号的需求 那这个就是跟艺术创作 刚好是相反的路径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不自我治理 不找Youth of God 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它就是被治理 它被治理的时候 就是像太人家这样子 我刚刚其实举一个例子 但事实上实际住行 你没有这种状态 那所以说 随着这样子的user body 随着像不但做创造 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创造过程 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做创造的 所以你才能够把它交接出去 那我们说在居里面都是没有人 就是说不要怪 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先承认就是没有人 那就是你还做的 那这里面也是说 因为我们在皇后下面 所以其实也都没有身体 我们没有把身体带上来 那在这个状态下 重一点就是说 我做的每一个决定 我都录下你了 忠实的记录下 我做决定 后面的那个原因 所以这样子 哪一天我不在了 别人就可以拿着这个东西 继续往前走 继续去做 他不需要回外问候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我可以去做别的 但是第二个是说 我就不需要那么挂心 好像是我一定要养一个东西 它不能没有我 不能没有那个感觉会消失 那所以这是你用这个 文力立强中号的一个观念 它是做数学教学的 做数学教学的人 比别的学会更多的 会听到家长要求他 说让小孩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所以就是在一开始就要 怎么讲 就要越早开始学书 觉得不要输干什么 越好 这样子 那然后 综合就会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讲法 就是说 基本上呢 考虑他都跑接力赛 你如果要在起跑点 你就转身 往别的方向跑 你就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那就是你的方向 你的方向跟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你就赢了 因为别人不是往你哪个快套跑 OK 那这个是很容易想象的 就是说 有输赢是因为 大家都要往同一个方向跑 那你如果一开始就转身 往别的方向跑 你就说 我去跑去海边 那这样你就要去海边 你就会跑到 那你就赢了 就是因为这个 目标是你自己不决定的 那同样我们在做的创作 也是一样 就是说 开源我把主部去跑起掉 我也不设定说 别人拿我的东西去做什么 那就是他自己 在他起跑的时候 自己决定那个方向 那只有这样子 他就是直接应该起跑面上 然后我也不用去 为他做的决定去操心 去做我们的责任 这样子所谓继续工作 就是往他自己的方向 所以大家就会记得说 我们彼此如果彼此创作 彼此的社群彼此的理解 慢慢的就会在脑里 有一个别人的copy 那个哈利托的 你叫分领体 就是 就会有一个分领体 就是你可以去想象说 他在这个状态下 我怎么做 那像我填PRO6的那个 从 2004、05年开始填 到2015年是奈捷才做完 所以这个通话了十年 就是极长的一段时间 那这个就是靠中间 不断的大家能记得说 我们所有的对话记录都有保存 已经换了四批人了 然后每一批人都能够知道 说前面的人犯过什么的错 能够怎么做 然后最后能够做出来 这样子 所以等到我们真的这样子做 我们就会发现说 艺术 文化 科学 都是比我们大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在那个尺度看起来 我们生命就是一点点的时间 那在这一点的时间里面 我们让这个稍微往里面 然后传下去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张选说 那个时光穿梭 我们不在左右 只在彼此其中 就是说在透过虚拟世界 我们就是在彼此其中 然后直到说 别人怎么看这个世界 别人的创作 别人的作品 怎么样变成我们 认识他这个人的方法 那就像一道彩虹 就是彩虹也没有实体 然后这个雾散就没有了 但是生命也是一样 但是你看到彩虹 你会感动 感动会做出创作 那个创作影响更多人 更多人再存在那里 那个东西是会留很久的 所以就是不要忘记说 我们一开始才有的那个 我们为什么要来做开业 是我们本来就在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我们只是知道说 放到网络上 再来起座更开心 所以这个心情不要丧失掉 然后 那这个是在做朋友的时候 听说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 网记网路 他就是像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支撑 然后社群呢 是这个支撑 人跟人之间有的连带 连接 你有一个安全的支撑 你有一个很紧密的连接 你才会有什么呢 有一个安全的空间 有一个安全的空间 你就会有一个新的看世界的角度 那你有新的看世界的角度 才有艺术才有创作的 那这个是建立在心 今天这个是非常稳定的结构上面 那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分享一些 关于怎么让这个结构更稳定 以至于大家都可以创造出 大业我们自己的东西 或者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生命短暂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最后就是git a logo 这不是Linus的拉斯画的 刚才已经讲了 他超级文化的logo 但是因为他承认他文化的logo 所以就设计师把它画了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logo 它是说你跟人世界彼此有连接 然后跟外面的世界也有连接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git这个版本控制系统呢 它的特性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可以让你离线 修改一份文件或者设计 或者变成什么 别人也离线修改同一份 等到你两个连到网路了 它就自动把你两个盖东西合并起来 那如果合并起来成功呢 好 要不要我改成你感到你没有冲突 再这样我们都有一份新的 那你也可以分支出去 你也可以合并回来 就这样很棒的东西 那这套性呢 有四个指令 那在最长大的指令 我在学的时候是这样学的 所以说 这个人像在人籍的时候 我们说要精快去 你每次要先认识这个人 当下的实际的状态 然后接受它 然后呢 你要把它所提出来的东西 跟你心理的那个东西 做一个融合 然后所谓事与融合 那这里可能会发现冲突 冲突就是要面对 就是面对它 那冲突解决之后就是处理它 就是产生出一个和平过的感动 好处理过之后呢 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谱虚 谱虚就是要放下 为什么要放下它 因为你谱虚到往路上之后 它就脱离你了 它一开始有自己的生命 它变成一个sexual object 别人可以拿它 往各种不同的搬带 所以你要放下什么方向 那个是我的作品的那个支柱 那只有这样子的作品 会来到作品里面的影响 好 再开始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点overtime 不好意思 不是 没时间问你怎么办 可以加我脸书 哈哈哈 好 我想说 我想说 我想说一些话可以吗 好 想说 因为 因为 这个 接着你两句我来说 是一个很有趣的 有期判立成感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学生俱乐学人 我们俱乐学在这一边上 可是 我却能够全程关注你 是因为 我觉得您在讲解系 是一种很快乐在台课 你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然后很纯净没有快乐 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因为现在在做很多次大师的同学 然后世界上其实在问大家 你将来毕业好想做什么的时候 很多人当初我之前很现实的考量 所以我想 现在不是做现实的考量是对 而是 当你在做现实的考量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能够想是 你做什么是一次最快乐的 我觉得就做最快乐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才能对自己 对这个社会 有更多的分享心 或者更多的活动 是从你也将来 或者就是想要讲这些 也跟大家可能想 可以 可以让 有多人同学 可以让大家提一点 当然都可以 因为我其实没事 对 但如果要离开的话 也不要 不要应该这样 那我就开到 那都可以 直接开到两个问题好了 你们都会想要分享 或是有些 很想说的 对 感受啊 就是 你也想到什么 可是大家都已经 比较教练书了 因为老师很想说 那我就沾用一下同学的时间 那我就坐着啊 另外 从一开始我在想说 这个演讲述物的时候 然后我就一直 有那个 两个指教的脑海里面掌断 你从事open source的那个 就是加入这个 对 那你的那个 那你的那些 那些 后来我就知道 原来是 这些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可是呢 你在里面 我就想说 那你在那个 那些 或者是 或者是 那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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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当然就是不怕多 就是 当你的目标是为了分享的时候 但有时候没有办法分享 你就会觉得说 作者 怎么还讲不通 那在其实的话 多花一点时间 相信人心 慢慢慢慢连回来 都可以感谢你 好 好 正面 我直接放你 每天来的正面 很 很纯净的 真的有正面的那种态度 我觉得好棒 嗯 你会不会想要分享一下啊 那我可以先标准 你会不会觉得有什么吗 没关系啊 我不是 是不是 因为 这一般的固执是 呵呵呵 我来稍微分享 但其实 有很多话 有一个 有一个 大家先分享的东西 最后先说一下 你想说 我知道 跟老子刚刚比较 就是那个 就是想要讨论一个 转型 或希望大家 参与到一个高领 那如何 让大家提高的 在参与的兴趣 或者是 参与下去的东西 所以 能不能持续前进 很重要 嗯 很多人可能会 一开始 会觉得很有趣的 但是很容易 在过程中 就一个一个离开 或 更放弃的东西 对 如何持续的 让大家有参与的 和气 对 呃 基本上 我们 我们当时啊 在做 在做 在做占领的时候 呃 就是全球 身上是有占领网路的 就是从 占领华尔街开始 到啊 洛基春那些东西 那如果占领网路的 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说 每一个 每一个占领的地方 都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是 专门搭桥 这两个人认识 所有其他地方的 同样职位 对于他两个人 OK 啊 那只要这两个人还在 他旁边的人 来去 都是自由的 这两个人 如果有一个人 开始忙碌 他要找到交替 他要能够把 把另外一个地方 找到来 对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 保持 每一个占领区 都知道别的占领区 的状态的 唯一的 怎么讲 最scalable 就是最有延展性的 社会性的 就是差不多 那所以这个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 就是你的合心的成员 自己觉得这件事情 很有意义 非做不可 不用多 就两个人 你只要有两个人 随时随地 都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开心 就够了 因为你就可以有 比如讲有 就是 你就可以 就是跟 特定别的其他社群 发生连来 那这个时候 你只要确定 你进来的人的速率 比你流失的速率多 你的社群 其实是 自己就会上的 就本来就是有进有处 那是一定的 所以 与其去想接流 就是怎么样 阻止别人的有处 事实上 因为很多人 他 参加这个东西 是透透学习新社群 他不是真的为了要 做这件事情 他是 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里面 觉得说 我学到什么东西 可能他学到一个成都了 他就去打别的副本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就是这个死不及 就做他完了 麻烦 就是做这个的这样 那在这个状态底下 反正就会有自然的流出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 为什么我刚刚演讲里面 不讲这一块 专门讲这一块 就是说你只要 你尽心人 尽心手 才能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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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不用去想流失的事情 那等到你要想流失的事情 其实是主要是 那个核心贡献者 跟新参与者的那个桥梁 有一点划过去了 那这个时候 其实 其实重点是怎么样都会有空心的 一起行 是 好 等一下我再也可以 不好意思 现在你真的在那边 有下一个事情 已经被安排了 如果我来放进去看 我们的法案 可以大家请开一个照片吗 好啊 这已经太厉害了 我应该这样 就我们怎么拍的 要拍出来吗 对 好 那就请大家 来 站起吧 我今天每个星跟零都提升了 对 好 好 我来大自动行往前站 谢谢大家 每个人找到自己头能够露出来的位置 小心 小心 小心便宝 我是不想站你旁边 因为我很想拿眼睛自己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站你旁边 不行 我爱不行 请往前 不要不好意思 来来来来 大家前面来 不要往前 要往前 再往前 要往前 要往前 最热也没有弄乱被解放了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前面那应该要把 一个 一 二 三 在今年嘛 一 二 三 謝謝 謝謝大家 那請大家一小小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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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 谢谢大家